因为长得太丑,竟穿越到古代成了杀手,而刺杀对象竟是自己的劫反夫君,是那个智商只有三岁的傻王爷,为此大反派还特意逼他吃下药丸,若刺杀失败他便会独发身亡,可偏军系统却要让他改变傻王爷的命名,不然他此刻就会原地去世,王德发,这简直就是不给活路啊,就在刚刚,意外穿越而来的黄小野一脸猛逼,零碎的记忆中,穿着喜服的原主,却在成婚的路上遭遇刺客袭击,而马车上的男子却选择� 旁观,甚至眼睁睁地看着他跌落山崖,就在他还想要探索更多的记忆时,身后却传来一阵诡异的嘶吼声,他几乎颤抖地转过身,一声尖叫过后,被诡异声引吓到的他贪软在地,昏暗的光线下是一个戴着尸虎面具的男人,惊慌失措下,黄小野直接抄起两百斤的板凳,然而男人却在这时停下脚步,随着面具被抬起的那一刹呢,一张俊美绝伦的脸蛋出现在眼前,此时的少女一眼便认出,他便是那个记忆 中对自己见死不救的男人,被怒火充斥全身的他对着男人咆哮着,可下一秒,男人便将他的嘴死死捂住,并示意他不要出声,深沉的眼眸仿佛要洞穿人心,姐姐,我在和坏人捉迷藏,不要大声喊叫,可以吗?被死死捂住的黄小野莫名的有种窒息感,他不知道这人是谁,更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想要自保的他抄起板凳挥了过去,自男人倒地的那一刻,他迈着狱卒快速冲到门外,却被前来的公公拦住去路,王妃,这是要上哪去?闻言少女一脸惊讶 什么情况?王,王妃,我居然穿越成王妃了,王妃您昏睡多日可算醒了,皇后娘娘传唤您过去一天,还请王妃洗漱后随我敬见吧,回到寝室后,穿越而来的黄小野假装自己落崖导致失忆,然后从丫鬟的嘴里得知自己叫林婉,而她的父亲乃是宁州刺史,已在一年前战死沙场,由于沁国的皇帝久病不起,于是皇后沉思趁机当政,并将林婉赐婚于昭王成了王妃,然而当她踏入宫中时,却被皇后的威严,吓出一声冷� 林十一,你身为飞花阁排名第一的杀手,却被一群山匪重伤,对此你有何解释?文言林婉瞬间吓出了屎来 什么鬼?不是说好是刺史的女儿吗?这特喵的,怎么又成杀手吗?甚至连名字都给我换了,妥妥的无间道了 要知道,皇后娘娘从来不仰不忠地懂,难不成你是想要背叛娘娘,才假装重伤逃避任务吗?此时搜索不到任何记忆的林婉慌到不行 我靠,完全听不懂了,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任务?林婉,回哀家的话,眼见对方步步紧逼 林婉便搬出电视剧里的套路,那个,回娘娘,我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大局,我这可是用心良苦 娘娘,您懂得,见皇后仍有些迟疑,林婉索性豁了出去 娘娘,我这样是因为怕身份暴露,才不得已出此下策呀 虽然她不知道这拍发的任务究竟是什么,但好在这万能套路通通适用 皇后放下手中的茶水,你处理得很好,杀昭王仪式确实需要万分谨慎,思虑深远才行 也不枉费本宫养了你这么多年,文言林婉瞬间麻了 我靠,什么鬼,这昭王不是我现在的老公吗 是吧,但我刺杀的人居然是他 然而皇后却生性多疑,为了以防万一 他命是女将药丸塞进林婉的嘴里,本宫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若刺杀昭王成功,本宫自然会赐你解药 若是昭王没死,那你就得替他死 回到住处的林婉思绪万千 别人穿越都是吃香喝辣拥抱美男 怎么我一来就要杀老公当寡妇啊 可下一名,头戴尸虎面具的男人却再次出现 被惊到的林婉下意识地推开对方 而男人的面具也随之掉落 随着冬的一声,男人狼狈地摔倒在地 怎么又是你 怎料男人突然像小孩一般哇哇大哭起来 阿琪的头好痛,阿琪要死掉了呜呜 劝逼的林婉一脸猛逼 啥子情况啊这是 可下一名,男人便在地上来回打滚 眼见对方哭得更欢 林婉彻底惊掉了下巴 我靠,这家伙怎么像个傻子一样 面对这种情景,林婉的心态都要帮我 她连忙俯下身安慰起来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你刚刚突然冒出来吓到我了 可男人根本不听,你是坏人 只有坏人才会打阿琪呜呜 林婉被整得很是无语 只是她想不明白 这皇后为何要杀一个傻子 为了试探对方 她直接拿出幼师的本领 乖乖别哭了,我是你的娘子 娘子请你吃糖糖好不好呀 听到糖糖的男人瞬间 眨巴着无辜的大眼睛看着林婉 你只要回答一个问题 不管什么糖糖我都会买给你吃 男人乖巧地坐起身点了点头 林婉俏皮地拍了拍手 那你告诉娘子 你叫什么名字呀 今年多大了 男人拍了拍胸脱乃生乃气地说着 我叫谢奇,今年三岁半了 随后摆出手手 娘子,堂堂 林婉拍了拍比空气还空的口袋 那个,不好意思哈 娘子现在没钱 闻言谢奇都挠着嘴满脸失落 林婉有些心疼地摸了摸她的脑袋 难怪遇刺是向她求助没有反应 看来,是我误会她了 小阿琪,别难过了 娘子下次补偿你吧 听到这,男人抬起脸蛋满脸期待地看着林婉 然而她那俊俏的脸蛋 却让林婉羞红了脸 这小傻子好帅呀 真是可惜了 人家的王爷酷炫狂霸转 而我的王爷只有三岁半 真是罪孽呀 突然林婉的脑海传来一阵杂音 此时跳出的系统命她改变谢奇的命运 否则这个世界将彻底毁灭 但她若是拒绝本次任务 将会原地死亡 我靠,这皇后可是在我身上下了毒的 我要是救了她一个月后就得死 倒计时还在继续 林婉彻底麻了 好歹给我个解读办法也行啊 眼见时间还剩一秒 哭成泪人的林婉只能选择同意 此时准备睡觉的林婉怎么也没想到 这小娃娃居然闯进她的卧室 而她居然嚷着要和自己一起睡觉叫 殊不知 更离谱的还在后面 晚上她是沙发果断令人生畏的昭王殿下 白天却是智商只有三岁的傻王爷 一闯归房的她 将手放在女人的驳梗处 她深知 这皇后突然赐婚显然另有目的 可她并没有进一步动作 而是直接掀开女人的被子 阿娘说 有了娘子后 要每天陪着娘子睡觉觉 不然就是负心汗 被扰了美梦的林婉握紧拳拳 将猛逼的小夫君 一脚踢出了门 面对不停呼喊着要进门的小夫君 林婉直接放出狠话 下次赶再偷偷溜进我的房间 可是要挨揍的 本以为自己已经将她吓走 怎料她却在门口待了一夜 阿琪要守护好娘子 两米的大个子浑身脏兮兮的 她摊开手心地向林婉 阿琪昨天去厨房偷了糖糖 想要给娘子吃 她小心翼翼地拆开糖纸 可糖糖却早已化成了水 五 糖糖没了 我放在怀里藏了一晚上还是没了 林婉搓了搓糖水塞进嘴里 阿琪的糖糖果然很甜了 随后垫起脚尖 温柔地摸了摸头 谢谢阿琪的糖糖 我很开心 突然的举动让男人愣在原地 四周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 此时门外传来吓人开饭的声音 面对又嗖又硬的饭渣 阿琪毫不犹豫地就要开吃 被惊到的林婉 迅速夺走她手中的饭渣 你们疯了吗 怎么可以把狗屎拿给王爷吃 狠狠将碗摔碎在底 谁给你们的胆子欺负王爷 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 就她那啥样 还王爷呢 没饿死她就不错了 林婉还想上前理论 却被胖子一把推开 男人本还一副稚嫩的眼神 突然间变得无比犀利 只见她侧过身子抵在了柱子前 随着砰的一声 林婉便整个人撞进她的怀里 王妃还是莫要多管闲事的好 看着哭成泪人的阿琪 林婉很是心疼 别怕 以后有我在 将男人拉到浴池的林婉很是生气 这帮没狼心的家伙 定要找机会收拾他们不苦 然而下一命 她又切换成温柔的模样 阿琪先去洗个澡把脏衣服换掉 我去给你拿换洗的干净衣服 可她刚转过身 男人便伸手将她拽住 面对林婉的疑惑 男人封开手一脸的委屈 娘子可不可以不要走 林婉轻柔地抚上她的脸颊 阿琪乖 那些坏人不会来的 我拿好衣服很快就来找你 听话 见女人就要离开 她再次开口将她换住 娘子 我这里疼 我好像受伤了 文言林婉焦急地上前扯开外衣查看伤势 而男人也被这猝不及防地举动惊到脸红 光滑的肌肤让林婉的手正在远处 发现自己鲁莽地 她瞬间脸红到耳根 那个 还好没伤到筋骨 只是有些瘀青 我去给你拿些药吧 可她刚走两步 身后便传来重重的落水声 等她再次回头时 已没有了男人的声音 惊慌地她转过身患着泄气 你要是在恶作剧 我以后可就不理你了 可看到男人的身子一点点地往下沉时 不会水的她还是跳了下去 可下一秒她便被一只大手紧紧包住 身后整个人被拎了出了水面 娘子的衣服湿了 这下可以不用出门了 林婉气愤地将对方推开 你居然骗我 即便胡闹也要有个限度 然而脚尖打滑的她 却猝不及防地向后倒去 男人立马将身子贴了过去 并将她稳稳地护在怀里 娘子对不起 我不是要故意骗你的 温热的气息扫过她的脸盘 整个空气都是荷尔蒙的味道 阿琪只是想让娘子留下 没想惹娘子生气 如果阿琪乖乖的 娘子是不是就能留下陪我 此时的林婉瞬间没了脾气 或许她太缺乏安全感了吧 放心吧 我是你的娘子 自然会一直陪着你 小阿琪开心地手舞足蹈 并和她拉起了勾勾 娘子说话可要算数呢 午夜时分 王府的某处 一个黑影悄无声息地来到屋内 主上 申先生传来消息 今年的皇家狩猎活动 皇后特批主上和王妃一同参加 想来此时必有蹊跷 男人摊开手心 意味深长地看着手中的糖果 皇后啊皇后 你刚送了一个玩具给我 我都还没玩腻呢 你就已经要开始新的游戏了 呵呵 这场过家家的游戏 你可一定要陪我玩得尽兴了 我的好娘子 主上还有一事 就是申先生已经查明林婉的身份 确定他就是飞花阁排名第一的杀手林十一 申先生恐慌后另有所谋 建议您尽快杀了他 男人冷漠地看着手中的玩偶 你今天准备的饭是 太过逼真 本王被恶心地差点演不下去 这沉思 特地安插一个杀手进我招王府 可这杀手 却不动手杀我 你说 他到底在谋划什么 还是说 他想趁机查我 那我倒要看看 你挑的这个人 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他明明智商在线影无绝伦 却故意装成三岁智商的傻王爷 明知道妻子是皇后派来杀死自己的杀手 却在一次次试探中心软直到轮陷 此时思绪杂乱的少女蹲在墙角随意的涂眼 他总觉得 自己漏掉了什么重要的线索 他努力回忆着原主的记忆 没错 那下手之人绝不是普通的山子 因为他对钱财视若无睹 却始终追着原主不放 看来 除了皇后沉思外 还存在着另一股势力 此时认真思索的林婉 完全没有留意到身后逐渐靠近了男人 当谢奇确认林婉就是皇后派来的杀手后 他便认定此刻的林婉正在心底谋划如何杀死自己 他悄无声息地错到女人身侧 娘子 地上凉 低沉的声音让林婉心头一挤 可下一秒整个人便被对方抱了起来 阿琪给娘子当作电 这样娘子就不会沾到凉气了 突来的举动让林婉脸红到了耳根 心脏如同小鹿般乱撞 男人俏皮地摊开手心 娘子 说好给我的堂堂呢 被我无意撩到的林婉疯狂地摇着脑袋 一个禽兽 他可还是个孩子 林婉一个弹跳站起身 那个 我现在就去赚钱给你买堂堂 此后光速起飞挥手白白 男人稚嫩的眼神再次恢复清冷 并令身后的黎霜跟紧他的去向 而此时的林婉却意外跑到穿越时的林子中 他打量着周围的环境想要找些线索 不久后 便在草丛中寻到一枚暗器 与那日黑衣人手中用的一样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那人正是王爷的手下 并误以为是其他势力想要对王爷下手 甚至还在内心发誓要护他周全 另一边 男人若有所思地看着墙面上的涂鸦 他 去了那个森林 是的 申先生说 皇后有可能已经注意到您手中的势力 他的意思是 让您尽快杀了林婉 男人有些可惜地抚摸着涂鸦 新婚燕儿 如花美眷 本王还真是有点舍不得吗 可惜了 先生的意思办吧 夜深人静后 林婉的房间走进一个人影 就在梨霜准备动手时 本还熟睡的林婉 却在这时醒了过来 并侧身躲过致命的一击 随后猛抬一脚 将对方狠狠踢翻在地 害怕王爷遇刺的他急匆匆地赶过来 顾不上解释的林婉 拉着对方便向门外逃去 阿气快走 有坏人来了 一路狂奔的二人穿梭在庭院中 害怕小命不保的林婉拉着男人 不敢有一丝停留 来到柴房的他命男人赶紧藏后 看着将自己护在身后 还不停颤抖的女人 男人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害怕 林婉府下身捡起一根木柴 被恐惧冲斥全身的他 却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要保护好身后的男人 阿气不怕 我会保护你的 而女人的举动 同样让男人很是意外 只是他不明白 他明明是皇后派来杀他的 可他这么做 又是为何呢 此时的杀手已追到门外 眼看对方越走越近 林婉集中所有注意力 想要一击拿下对方 可下一秒 男人却将他紧紧搂入怀里 内心害怕的林婉下意识地 抓紧男人的衣角 而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是两个男人眼神的对视 此时的谢奇示意对方赶紧离开 在门关上的那一刻 他假装如是负重般地松了口气 娘子 刚刚追我们的是坏人吗 林婉紧张地示意他小点声 那人是个大坏蛋 千万不能被他发现 两人探头探脑地看向门外 想要确认是否安全 没有发现动静的林婉 刚想转身示意离开 却直接对上男人稚嫩的眼神 被惊到的阿琪意外失去重心 被地球引力支配的 他整个人扑向林婉 两人的脸上分别流传着 对方的气息 随着气息的逐渐加速 两个人的脸也越来越红 面对粉嫩的红唇 男人竟忍不住地想要亲上一口 眼看距离越来越近 女人却将脸叠向一旁 阿琪 你 你这样不 不乖哦 发现自己失态的男人心头一挤 从后又装成一副懵懂的模样 阿娘说了 害怕的时候只要亲亲就好了 娘子是不喜欢亲亲吗 此时的林婉无语至极 他妈都教了他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我跟你说 从今以后 不可以随便亲人 亲亲是要和喜欢的女子一起 那娘子也不能亲亲吗 我阿娘说 只要阿琪有了娘子以后 就可以每天亲亲了 此时的林婉被惊到失语 那个 什么 因为阿琪现在还小 等 等阿琪长大后就可以 就可以亲娘子了 听到这 男人将手慢慢俯上胸口 为什么 这里会有种发烫的感觉 阿琪知道了 阿琪会很快整大 那样就可以和娘子亲亲 和娘子一起睡觉觉了 林婉慌忙地摆手 越解释越乱得他慌到不行 我说的可不是那个意思 以为自己带坏娃娃的林婉都快崩溃了 苍天啊 我有罪 请饶恕我吧 殊不知 让他更加崩溃的还在后面 沙发果断的封批网眼 却假装成智商只有三岁的小娃娃 在得知妻子是死地派来的杀手后 曾一度想要取他性命以绝后患 然而个头交小自身难保的 却始终护他于身后 看着眼前举着木柴守了他一整夜的女人 男人的内心很是不解 可由于他的身份特殊 即便女人目前没有做出杀害自己的举动 他仍旧告诫自己要保持警惕 他伸手俯上女人的发丝 面容憔悴地他被他看在眼里 为什么 你总是在保护我吗 你想要的 到底是什么 他轻柔地换着林婉 语气比一往温柔了几分 熬了整夜的少女疲惫地睁开眼 可看到男人的那一刻 他的方心又在肆意跳动 恢复成阿琪的男人俏皮地玩弄着他的发丝 娘子 天亮了 我们出去玩好不好呀 林婉尴尬地轻声应下 可内心的小人却举起八米的大刀 直接砍碎那无法控制的方心 黄小野 你做个人吧 他可还是个孩子 回想起昨夜自己下意识地反击 他才意识到这副身体是会武功的 不久换了装扮的林婉显然一副女侠模样 只是随手一挥 眼前坚硬的石头变碎了一地 他兴奋地看着自己的御手 太好了 以后再也不怕被追杀了 得意的他握紧拳拳 时不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 小王爷 就问你害不害怕 阿琪配合地拍手叫好 娘子 你好厉害 被夸上天的林婉却越不语 那我再给阿琪展示下轻功吧 却不知此时的王爷 脸已黑到不行 还以为他的展示是在变相威胁自己 这女人 都是如此善变的吗 隔下一秒 男人就一脸错愕地棱在原地 周围的惊讶声此起彼此 天哪 快看王妃 他居然爬上王府最高的楼顶 此时站在塔间的林婉眺望着远方 难道这 就是天下第一的感觉吗 娘子 可不可以带阿琪上去玩玩呀 好呀 等我玩够了 我就带你上来 可实际上 发现飞得太高的林婉已经下到腿软 乌乌好可怕呀 这也太高了吧 刚刚那轻功是怎么用来着 玩犊子了 我感觉我下不去了乌乌 一旁的吃瓜群众纷纷叹戏中 这王妃是也傻了吗 大概是被王爷传染了吧 哈哈 我就觉得他像我家隔壁的二傻子 快看 这二傻子要跳了 此时豁出去的林婉直接一跃而下 阿琪愣愣地看着天上逐渐靠近的人影一脸猛逼中 问的林婉手舞足蹈 危险 快让开呀 随着砰的一声 晕菜的两人在地上转起了圈圈 林婉焦急地起身询问对方有没有事 阿琪委屈巴巴地撅起小嘴 呜呜阿琪好痛 怎样女人捧起她的脸蛋 轻柔地落下一吻 随后小手在空中不断比划 疼疼飞 疼疼飞 阿琪很快就会好了 而她那巧笑嫣然的脸蛋 却让男人看出了神 她忍不住地抬手俯上她的脸颊 我究竟怎样才能看清你的内心 还是说 我应该裹断血 杀了你 此时的女人却转过身 慵懒地躺在地上 还好有你接着我 不然 我就摔死了 可穿越而来的她却仍旧没能适应这副身体 这垃圾系统 才出现一次就没了影子 偏偏还选了我这么个废柴来改变男主的命运 真的好难了 泛起酸涩的灵婉用手遮住眼睛 阿琪 你会突然想家吗 我刚刚有一瞬间以为自己死定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好像我的爸爸妈妈 我真是傻了 你的家本就在这里 她抬起手伸向蔚蓝的天空 而眼中真实的一切却如同梦境一般 她好希望一睁眼又回到了现代 蓝色的眼眸一时间让悲伤掩盖 我好羡慕你呐 什么都不懂 就算面对危险也不会害怕 我和你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你又听不懂 可回过神 却发现男人特别认真的看着自己 她抬手俯上她的发丝 能有个人听自己说说话倒也不错 她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阿琪 你要是个正常人 那该多好 闻言男人却心头一紧 她难道 已经察觉到我是在装傻吗 次日 带着谢奇参加狩猎活动的灵婉很是纠结 在刚进场时 皇后便派人前来烧话 让她配合暗卫对王爷进行刺杀 在猎场里 随便一只冷剑都会要了阿琪的命 虽然原生自带武功外挂 可她如今还未能灵活运用 若真是站起来怕是很难抵挡 突然眼前扫过一阵气流 当她出手接过时才发现是阿琪的虎娃啊 另一边 着急下马的阿琪却意外摔到了头 阿琪你没事吧 你突然扔老虎过来做什么 阿琪看娘子不开心 想要把老虎借给娘子 这是阿娘留给阿琪的 阿娘不在的时候 有小老虎陪着阿琪 阿琪就不会难受了 林婉刚想开口说些什么 男人却将指尖抵在她的眉心 娘子不开心就是阿琪的不对 阿琪不要娘子皱眉头 娘子要笑起来才好看呢 林婉被这突来的举动暖心道 可以想到接下来要面对的危险就十分惆怅 她不知道今日能不能成功躲过黄厕的追杀 可看到兔兔的男人却十分开心 阿琪想要抓那只小白兔 这样阿琪有小老虎 娘子有小白兔 就能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可就在男人转身时 一极冷剑朝她飞去 呵呵 终于动手了 假装逮兔兔的她一个弯腰躲过利剑 林婉心急的上前将她拉起 狗命都快没了 你还要什么兔子 她将男人紧紧护在身后 阿琪 还记得大营的方向吗 我现在来拖住他们 你看好时机后就往大营那跑知道吗 然而此刻的男人却仍在警惕中 即便到了这一刻 也要在我面前演戏吗 可接下来的一切 却处处 在她的意料之外 背地里她是杀法果断的招王殿下 人前却是智商只有三岁的傻王爷 只因死敌安插杀手成为她的妻子 就在她以为妻子要配合死敌娶她命时 她却为了救她跳入山崖 就在刚刚 参加围猎的二人被皇后派来的暗卫团团围主 可林婉却毫不犹豫地冲上前替她争取逃命的几乎 笨蛋 快点逃啊 怎样上空却再次飞来一只冷剑 为了保护阿琪 林婉直接飞扑上前 对利剑划破的手臂溅出血水 谢齐看着护在自己身前的女人很是差异 可即便是受了伤 担心阿琪会害怕的林婉还是挤出一丝微笑 阿琪不怕 我没事的 然而处在崖边的谢齐却不慎惨空 整个人便猝不及防地向后倒去 身体不断下落的谢齐心头一紧 真是傻子半脚了 竟真的犯傻了 怎料林婉却毫不犹豫地一而下 你明明就是皇后派来刺杀我的人 可是为什么 到了此刻 你还是要救我吗 深深的某处 被吸水冲到岸边的两人还在昏迷中 过了很久 林婉才慢慢开始恢复意识 她因吸气的两人落下后 被崖边的树枝带了一下才索性躲过一劫 然而伤口的撕裂却让林婉痛到浑身颤抖 为了防止伤口继续恶化 她缓缓退下外衣 用仅有的力气扯下一块碎骨 并勉强地用一只手做了刀扎 酸心的疼痛让她的脸上不满汗珠 眼看天气就要下雨 她必须要带着阿琪找个地方才行 可是她换了半天 男人却始终没有醒来的迹象 于是林婉只能使出吃奶的劲 将男人一路拖着前行 好不容易来到煽动的林婉已累到不行 虚拖得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顾不上休息的她开始查验男人的伤势 索性没有磕到脑袋 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 只是她这腿伤得不轻 破损的皮肤更是不停地往外渗行 林婉小心翼翼地替男人包扎着伤口 眼神中满是心疼 此时恢复意识的男人一睁眼便看到了女人 只是她越来越看不清她的目的 作为皇后派来的杀手 与黑衣人缠斗在先 又随她落下悬崖在后 而她昏迷时明明可以动手 可她却在为她包扎伤口 林婉 你接近我 难道是还有其他目的吗 虽然右腿受了伤 但也就是看着比较严重 或许 可以利用这一点势态一番 恢复成阿琪的她虚弱地换了生娘子 见到对方醒来的林婉很是开心 你可终于醒了 男人抬了抬腿一脸痛苦的模样 娘子 我的腿好痛 林婉轻柔地将她扶起 让她试试能否走路 可男人却整个人跌倒在地 呜呜阿琪动不了啊 阿琪的腿断了 林婉温柔地将她搂入怀里 阿琪不怕 你的腿只是伤到了皮肉 暂时不能动而已 不会有事的 等我们离开后找个大夫置一致 很快就会好了 阿琪的腿出不去了 但娘子可以离开这里 此时的男人开始试探 想要看她究竟会如何选择 随后向林婉表示 自己知道出去的路口 文言林婉开心至极 没想到呆呆的 她居然知道离开的方向 阿娘以前带我来过 只要沿着溪水朝太阳的方向走 就能到皇宫的后山温泉 娘子到了那里 就可怜惜宫里的人了 此时的林婉两眼泛光 很好 那就趁现在没有下雨赶过去 男人内心一阵冷笑 呵呵 你就这么想去给皇后通风报信了吗 趁女人转过身时 她从怀里掏出匕首 很可惜 你没这个机会了 此时天空雷声不断作响 让女人似乎想到什么 在她转身的同时 男人迅速将匕首藏入了袖口 在得知来回需要很久的林婉 开始担心男人的安危 再加上天就快飞了 若留她一人在这的话 她肯定也会害怕 我决定了 现在不过去了 等明天天亮 咱们再想办法离开这里吧 随后便要去附近捡些果子 并嘱咐男人乖乖等她回来 男人默默地在后面 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 可她除了采摘果子外 并无其他动作 她想不明白 这明明是个绝好的机会 可她不仅没有离开 甚至也没有留任何暗号 给皇后的人 此刻男人将匕首收回 想看看她是否还有其他目的 此时瓢泼大雨落了下来 捡了一堆干柴和果子的林婉 回到山洞 单独的衣衫已被雨水淋湿 紧紧贴合在她的肌肤之上 男人健壮一时间愣了身 发现异常的林婉 手忙脚乱地捂住自己 你你你可别乱看 阿琪没有 阿娘说过 看娘子不算乱看 语似的林婉搜的一下 扔出个果子 快吃吧 可当阿琪刚要塞进嘴里时 林婉却又从她手里夺了回来 娘子是生气了吗 是不给阿琪吃果子了吗 怎料林婉十分警惕地掏出银针 看来这果子没毒可以吃 可不放心的 还是将所有果子都扎了个遍 好了 现在没问题了 阿琪可以吃了 她一边吃着果子一边递给男人 可男人却停在那里不为所动 你怎么不吃了 可下一秒 自己手里的果子便被男人抢了去 她握着林婉的手就往嘴里送 娘子的果子好甜好好吃 见状林婉羞涩地将果子扔了过去 那你就自己拿着吃 小脸通红地她背过身敌不成 淋淋那么酸 哪里甜了 将一切看在眼里的男人嘴角微微上扬 若她不是皇后的人 那该有多好 此时的林婉卖力地擦着石头想要生活 当火焰燃起的那一刻 其兴奋地手舞足蹈 娘子好厉害 有人看到了 肯定会来救我们的 是啊 如果他们能看到的话 疲惫地林婉木讷地回应着 可下一秒 却起身将火全部熄灭 哎呀呀 我太大意了 有惊无险的林婉长舒一口气 还好阿琪你提醒了我 除了救我们的人能看到火光 那追杀的人肯定也能看到 这样做实在是太冒险了 被吓到哆嗦的阿琪缩成一团 林婉却拍着胸脯安慰着 阿琪不批 有娘子在 娘子会保护好你的 怎料男人一个飞扑栽进她的怀里 阿琪也会保护好娘子的 看着如此懂事的阿琪 林婉有些惆怅 如果皇后的杀手比原兵先到 他们还能顺利躲过吗 察觉到一样的阿琪抬起眼眸 娘子怎么了 是伤口疼了吗 少女笑着摇了摇头 就是有点累了 咱们早点休息吧 这样明早才有力气出去 可就在女人熟睡时 意外的事情却发生了 她本是引入绝伦的昭王殿下 却故意扮成三岁智商的傻王爷 只因妻子是敌人派来的杀手 可她不仅没有伤她半分 还屡次救她于危险之中 看着一旁沉沉睡去的女人 男人很是不解 她明明有很多次机会 可以向皇后报信 可她却什么也没有做 此时的林婉浑身颤抖着 嘴中不断地轻声尼南 阿琪危险 阿琪快跑 看着蜷缩成一团的女人 泻气抬起手缓缓伸了过去 落在额间的刹那 便感受到一股炽热 女人发出低营 冷 好冷 男人健壮起身脱去外衣 并轻柔地盖在女人的身上 可她刚躺下身 林婉便转过身蹭到她的身上 爸爸妈妈 我好想你们 看着泪水流下的女人 有些心疼的男人 伸出手摸了摸她的头 我好想回家 女人的泪水逐渐近视她的衣精 此时男人的眼神中 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她缓缓将身子贴向女人 并将她整个搂入怀中 林婉 你的心里在想什么 你的身上 究竟还有多少秘密 四日清晨 男人搂着女人睡了整面 然而周围的动静 却将男人惊醒 那些人追过来了 此时整个森林的上空 被金飞的鸟四处飞散 树道黑影在林子中快速穿梭 此时被杂乱声 惊扰的林婉疲惫地睁开眼睛 此时的她只觉得头好沉 嗓子干得像要冒烟 可当看到自己躺在男人怀里 是彻底漫了 这却是什么情况 她疯狂地摇着脑袋 阻止自己胡思乱想 有些虚弱的她摇晃着起身 叫醒还在睡觉的阿琪 快醒醒 好像有人来了 装睡的男人一副 心松的模样 娘子 是来救我们的人吗 林婉焦虑地看向洞口 这动静偷偷摸摸的 来得多半是杀手 她猛地站起身 想要出门查看 可头部的疼痛 却让她一阵眩晕 可恶 千万不可在这时候病倒 她转身示意阿琪莫要出声 自己去查探下外面的情况 阿琪捂着嘴巴乖巧地点头映下 此时的杀手就在十米开外 虽然洞口被她用杂草掩盖 但若真排查起来 发现这里是迟早的事情 即便原身拥有顶尖的武力值 可她毕竟不太会用 此时阿琪的外衣 引起林婉的注意 于是她直接捡起屁到自己身上 阿琪 我去引开他们 你乖乖待在这里 不管外面发生什么 听到什么 都不要出去 文言男人心头一紧 她冲上前拉住女人的手腕 眼神中满是担忧 娘子 不要走 外面很危险 林婉衣时间棱在原地 随后握住男人的手保证的 阿琪别怕 乖乖待着 我会活着回来救你的 她的眼神让男人心中泛起涟衣 她愣愣地看着女人离开的方向 为什么 你总是要冲在前面保护我呢 她闻着手中残留的体香 林婉 这会不会是 我们的最后一面呢 另一边 假装成阿琪的林婉 来到杀手附近 并故意扔出一枚石子 引起对方注意 听见动静的杀手转身望去 还以为那身影 就是他们要找的泄气 此时的林婉 迅速向另一个方向飞奔而去 怎料脚下踩空 整个人便猝不及防地 从坡上滑了下去 与此同时 周围的杀手也赶了惯 可当他们准备下手时 才发现此人并非泄气 为首的刀疤男面露不悦 并下令活捉林婉 在一连环的攻击下 管不敌众的林婉 被击倒在地 下一秒 刀疤男便毫不客气 将脚踩在女人娇嫩的手背上 并来回踩他 快说 泄气在哪 林婉被通到浑身颤抖 但他深知 若落入这些人手中 他必死无疑 他必须想个办法才行 怎料男人粗辱地 拎起他的头发 将他拽起 就在头即将砸向地面时 林婉吼道 我说我说 虚脱的他耸拉着脑袋 看不出任何表情 往左走五百步 有个被触空的大树 他就躲在那里 刀疤男将匕首 抵在女人脸上 你最好别耍花样 否则我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呵呵 我都这样了 哪敢耍什么花样 反正我已经在你们手里了 单纯是想少吃点苦头吧 刀疤男思索片刻后 便派出其中几人前去查看 此时的林婉在等待时机 只要分散掉几个人 在趁剩下的几人松懈时 或许还有机会拼上一把 此时上空传来一阵鸟叫声 就在杀手抬头望向四周时 看准时机的林婉 直接来了个段子绝孙脚 奈何身子太弱 完全没有力气使出轻弓 净撞刀疤男直接甩出飞镖 不偏不倚地正中林婉的后背 精疲力尽的林婉 瞬间失去所有力气 已经往洞口的反方向 跑了这么远了 希望阿琪 不要被他们发现才好 失去意识的林婉 重重地摔在地上 而此时的刀疤男 已举起八米大刀 还敢逃 那就送你去死吧 他一心想要杀死自己的妻子 只因他是死敌派来的杀手 可他却为了救他豁出了性命 就在少女即将死于刀下时 一阵呼啸声划过刀疤男的脖梗 而男主的眼神 如同地狱般审视着一切 随着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 周围的几人便被他送去见了太医 此时刚折返的几人 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狗呆 你是什么人 杀红眼的男人面目猙獰地转过头 呵呵 你们不是在找本王吗 本王现在就在你们面前 见状几人才幡然醒悟 原来你一直是在装傻 男人摆弄着手中的匕首 此前能明白这点 倒也不忘此生了 随即几人一番对视 毕竟他们人数众多 而他只身一人又能奈何 当即就要上前取他性命 你不过是背后偷袭 也敢再次叫嚣 拿命来吧 可下一秒 叫嚣者便彻底闭上了嘴巴 另一名杀手刚想背后偷袭 便被赶来的黎霜一剑拿下 王爷 属下来迟 林子另一头的几人已被解决干净 他转头看向同为皇后杀手的林婉 不知王妃 要如何处理 男人没有吭声 只是将匕首丢了过去 他小心翼翼地将女人抱起 回府 续请申先生秘密前来 另一边 得知消息的皇后怒火中烧 派去这么多人 居然全被允末 给本宫去查 究竟是何人在背后帮他 王府内 被请来的申丛 发现林婉迈向出奇的异常 他的体内居然中了万花毒 看到申丛神色异常 泄其一脸焦急地询问如何 申丛没有将万花毒一事说出 只表示他外伤感染严重 内伤又伤到本源 自己会竭尽全力一事 随着最后几只银针的刺乳 林婉瞬间咳出鲜血 男人见状心头一紧 擦拭的手帕被禁尸了一条又一条 女人眉头紧锁 神情痛苦万分 就仿佛有数刀利剑扎进男人心里 王爷不必多虑 他性命已经无碍 只是醒来还需要些时间罢了 由于片刻后 申丛还是开口问道 王爷看上去 似乎很顾惜王妃的性命 男人看着眼前多次不顾性命 也要救他的女人 先生错了 他是本王的王妃 生死自然由本王来定 此时赶来的黎霜表示 皇后难在彻查此事 恐怕很快就会 可话还没说完 就传来女人的咳嗽声 被吓到的谢奇一脸惊错 他缓缓将女人抱起 替他擦拭干净 然而主子的一举一动 却让黎霜目瞪狗呆 可事关重大 他不得不再次提醒 王爷 因这次全身而退 皇后呢必然起意派人追查 现在是否要做些安排 然而男人没有回话 只是换了条干净的帕子 认认真真的替媳妇擦拭嘴角 满眼都是老婆的 他仿佛隔绝了一切信息 王爷 黎霜不可思议地再次提醒道 回过神的男人先是一愣 随后看向一旁的申从 是要做些安排 申先生觉得呢 皇后既然要查 那就让他查得清楚 申某会替王爷找好替罪养的 那就按照先生的意思办吧 本王信得过先生 申从有些无奈地提醒道 王爷所走之路凶险万分如履薄冰 切不可轻言说性自 对申某如是 对旁人亦是如是 男人眉头微皱询问对方何意 林婉乃是皇后之人 王爷心知肚明 成大事者 应当摒弃一切不必要的情感 昔日仇恨恍如昨日 还望王爷以大局为重 男人收起原有的表情 先生无需提醒本王 但凡是害死母后之人 本王绝不会放过任何影 待众人离开后 男人看着怀里的女人陷入沉思 虽然一直劝诫自己保持警惕 可他维护自己的场景却历历在目 他为她跳过山崖 他为她特意扮成她的模样引开杀手 即便面临死亡 他也不曾供出她的位置 这样的他 即便他的心在阴 此刻也被他完全融化 女人突然轻声低语 男人无语至极 是女人是故意的吗 他无奈地将水灌进嘴里 想要亲口喂她 两人的唇弹越靠越近 他的心脏也跟着肆意跳动着 此时来送药的丫鬟正巧走进门 就看到自家主子正在疯狂贴贴 被撞见的男人迅速弹开身子 然而他慌乱的模样 却让丫鬟尬到脸红 照顾好王妃 本王还有事要处理 男人若无其事地走到门口 可怜却早已红到了耳根 半个月后 恢复的临婉躺在床上怀疑人生 他听闻房后派的杀手全被解决 而谢奇却安然无恙地回到王府 可那时的自己明明就差点死了 难不成是有人在帮他不成 可若是有人背后帮助他 那又怎会看着他在府中被人欺负 难道这谢奇是在装傻吗 妈呀 要是男主真是在装傻的话 那我最近的表现岂不是太丢人了 越想越崩溃的临婉在床上来回打滚 恨不得拿个测谎仪给男人测试一番 当看到男人的屋子还亮着灯 忍不住好奇的临婉心生一记 我倒要看看你 究竟是不是在装傻 背地里他是隐无绝伦的昭王殿下 人前却是只有三岁智商的傻王爷 在面对庶民顶级安慰的追杀 少女为保护傻王爷以命争取一线生机 然而劫后余生的他却开始怀疑 眼前这个呆呆的男主是装出来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 他来到男主的房间 此时还在与王爷谋视的黎霜心头一紧 男人却很淡定 可当他未在床上发现男人的身影时 瞬间急了 阿琪 你在哪 以为对方出事的他心底一沉 此时男人默默地从屏风后走出 娘子 我在这呢 气急半坏的临婉转身便赏了个毛利子 大晚上不睡觉 躲在屏风后面干嘛 我还以为你出事了 差点吓死我 小阿琪一脸委屈地搓搓手 呜呜阿琪睡不着 阿琪发现娘子来了 就想和娘子玩躲猫猫 听到这 临婉瞬间闪过一个念头 阿琪睡不着 那娘子陪你玩 都能让你很快睡着的游戏 好不好呀 随后他取来一枚吊坠 在男人面前晃悠 阿琪看着这个 什么都不要去想 很快就能睡着了 片刻后 女人多次试探 都不见对方有任何反应 看来是成功了呢 于是他开始询问 对方名字和年龄 可男人依旧回答他叫谢奇 今年三岁半 临婉思索片刻 那你还记得 唯恋那天是谁救的你吗 当然是我娘子啊 说到媳妇男人的脸上 满是喜悦 那你说说 她是怎么救你回府的 我听娘子的话 在洞里等她 等了好久好久 然后阿琪就睡着了 醒完后 就已经被娘子接回府 那你睡着后 中间就没醒过吗 或者迷糊中 有没有听到什么 看到什么呢 当然没有 阿琪睡觉可是很乖的 男人认真回答的模样 让林婉很是举色 真是服了 我居然相信电影里的套路 我这是被她的傻叫传染了吗 不过娘子是个很特别的人 男人突然开口说道 文言林婉身子一正 难道这法子有用 此时男人一脸幸福的模样 我的娘子和其他漂亮姐姐可不一样 她吃饭吃得很大声 坐椅子的姿势也超级霸气 文言林婉内心极度崩溃 这男人是在嫌弃我粗鲁吗 不过 娘子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看的人 是除了阿娘以外 对阿琪最好的人啊 阿琪这辈子都要和娘子一起 以后还要和娘子一起 做小阿琪的阿爹阿娘 听到这 休到几点的林婉一把推开对方 谢琪 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呀 随后便捂着脸 羞答答地向门外跑去 演完戏的男人身子微微厚倾 视线始终停留在女人离开的方向 呵呵 没想到娘子的脸皮这么薄吗 另一边 回到卧室的林婉内心澎湃到无法入睡 为了帮回局面 她连夜赶工裁剪布料 随后再以送惊喜为由将男人带了过来 随着三二一的倒数声 两件别具一格的奇异服呈现在眼前 新奇的款式让男人大开眼界 与以往繁琐长衣完全不同 少女美滋滋地向对方展示着自己的成果 我亲手做到 娘子 这是什么 娇羞的小阿琪摆出一副懵懂的模样 这可是我家乡的衣服 林婉俏皮地眨着眼睛 随后在男人身前鄙视着笑容 对了 你还记得那天我隐开杀手后发生了什么 我们是怎么回到王府的吗 什么 难道不是娘子叫阿琪回来的吗 男人一副惊讶的模样 完全就是在说我不知情不知道 问不出个所以然的林婉多闹着子 为何找不出一丁点破绽呢 小阿琪歪着脑袋一脸疑惑 娘子 你这是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是在想 阿琪若穿了这身衣服 那一定是这街上最靓的子 可内心却在期盼她因此露出点蛛丝马迹 毕竟现代装对正常的古代人来说 那绝对是难以接受的 可阿琪完全没有听懂 这靓子是什么意思 女人迫不及待地将衣服塞进她的怀里 这都不重要 阿琪赶紧去换好 娘子带你去逛街 片刻后 西装裤加上超短裙 穿好情侣装的二人对视一眼后互相愣在原地 林婉贴心地上前为男人打理袖口 阿琪穿上后果然帅气了不少了 却不知对面的男人早就看她看到入眠 转眼间 来到街上的二人被路人吐槽到体无安妇 什么伤风败俗 脑子不正常 整个林婉恨不得绝第三尺躲进去 然而男人却一副很享受的模样 娘子你好厉害 他们都在看我们了 一定是娘子的衣服太漂亮 文言林婉无语至极 若谢琪是在装傻 那真是可以去拿奥斯卡 怎料男人不仅不知羞耻 还拉着林婉要买糖葫芦吃 可抬不起头的林婉已经躺不住 并拉着男人就往家跑 换回原有服装的林婉心情差到极点 真是自讨没趣啊 另一边 恢复成谢琪的男人面无表情地 听着黎霜探来的消息 申先生已经知道您和王妃上街的事情 先生认为王爷不该任由王妃这般胡闹 先生还说 前日皇后召见王妃是平退众人密谋许久 想必王妃不久便会有所动作 让王爷您多加警惕 男人一声冷笑 这中秋将至 是时候给本王的王妃备些好酒 她杀伐果断聪颖过人 却故意扮成三岁智商的傻王爷 为了证明男主是个男人 少女直接倒出一百度的白酒想要引他上钩 可结果不仅将自己撂倒 还将男人的床霸占到天亮 就在刚刚 一直想试探男主是否装傻的林婉还在苦想对策 可下一秒就撞到有人想要将府中的酒麻去变满 手碎大理石的林婉嘿嘿一笑 便从两人手中夺走欲酒 哈哈酒后土真言 小阿琪 我就不信 你这次还能装得下去 当男人看到比脸还大的酒碗后差点贵了 见女人不断劝酒 小阿琪一脸为难 阿娘说过 小孩子是不可以喝酒的 凡是喝酒的都是坏孩子 所以阿琪不能喝 大错特错 你阿娘说的是成婚之前 成婚后不陪娘子喝酒的才是坏孩子 难道阿琪是想当坏孩子吗 小阿琪将头摇成了波浪 随后便捧起酒碗一饮而尽 为了灌醉男人 他用小酒杯陪着喝了数十回 片刻后 喝醉的林婉便飘上了天 阿琪坐好 不要总是晃来晃去 无半点醉意的男人嘴角微影 原来在这之前 他便已提前服下劫酒单 他起身走到女人跟前 阿琪想要问娘子几个问题 娘子可要和阿琪说实话吗 喝上头的林婉拍着胸脯 必须大实话 谁骗人谁是小狗 所以娘子你 是皇后派来的人吗 是的 听到回答的男人脸色一沉 就连扶着她的手都不由地加重了力度 皇后送你进我招王府 是为了让你杀了我吗 女人愣了片刻后再次承认 男人突然有些悲凉 既然如此 那你为何到现在都没有对我动手 因为 这是皇后的目的 不是我的目的 我 我不想杀你的 男人有些疑惑 为何 女人笑嘻嘻地凑上前玩弄着她的发丝 或许是你长得太淘血了 所以才想保护你吧 说完便整个人钻进男人的怀里 而这情形显然出乎男人的意料 彻底放下借地的谢琪看着怀里的女人 谢谢你的大实话 随后便一路公主抱走向卧室 她轻柔地将女人放到床榻上 这是一道黑影闪现在门外 谢琪一边替女人盖好被褥一边试探性地叫了声娘子 在确认她已熟睡后 便独自一人来到了后院 王爷 申先生已经在安排替罪杨一事 明天便能让皇后查到那里 四日清晨 睡到迷糊的林婉仍没有醒来的迹象 阿琪调皮地凑上前 捏起她的小鼻子 忽然清醒的林婉猛地坐起身 我是喝断片了吗 被逗落的阿琪呵呵地笑着 哇娘子醒了 起床气上头的林婉瞬间火大 你这个熊孩子 是皮羊想挨揍吗 一脸委屈的阿琪蜷缩在角落里 明明是娘子抢了阿琪的床 还睡懒觉的呜呜 言言林婉瞬间麻了 我酒瓶有这么差吗 除了抢床 应该 没有 做 做其他不该做的吧 心虚的她凑上前 阿琪饿不饿了 喝完酒要喝点粥养味的 娘子给你做好不好呀 可男人却嘟闹着嘴转向一边 被无语的林婉一滴狠 自家的王爷只能自己唬 小阿琪 你最爱的糖葫芦要不要吃 要不娘子带阿琪玩新玩具好不好呢 几番尝试下后 林婉开始怀疑人生 阿琪要怎样才可以原谅娘子吃点东西呢 阿琪想要娘子的礼物 阿琪看到娘子偷偷绣小老虎和小白兔 阿琪就要那个 文言林婉松了口气 这个本来就是要送给你的 只剩一点就能完成了 阿琪乖乖把粥喝掉 我现在就去继续做 此时的林婉挑起灯忙着手里的刺绣 可绣到一半却发觉到不对 上次她将泄气赶出门 她还在门外黏了一阵腕 今天怎么可能和自己赌气这么久 除非 她是在故意支开我 为了将计就计 林婉找来一块纸板剪成自己的模样 并将影子投射到窗户上 假装自己还在干活 从窗户的另一侧 偷偷离开的林婉悄悄来到男主房间 这次 我定要抓住你的马脚 此时探查回来的黎霜表示 王妃已离开了房间 男人看着屋内的人影 你说她已经离开了房间 呵呵 真是有趣 黎霜疑惑地站起身看向窗外 属下明明看见王妃走出来后 才提前一步轻功赶回她 难道她 这时又回去了 解气突然举起手示意她不要出声 随后又指向另一侧大门的方向 而露出的衣角显然就是偷偷潜入的王妃本人 见状男人宠一一笑 随后开口询问黎霜 申先生那边处理得如何 解决杀手 营救王爷的替死鬼已经找到 人是皇后自己查出来的 即便她不信 也只能作罢 申先生说刺杀仪式很快会有定论 让王爷您放心 申先生的手段果然没让本王失望 随后点头示意离双暂行退下 片刻后 犹豫再三的女人最终还是打开了门 男人瞥了一眼窗外 随后若无其事地看着女人 娘子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阿琪的小老虎和小白兔笑好了吗 女人低头不语 原来她一直都在装上 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她的谋划 可自己身上的独以不足半月 若完成不了任务 皇后定不会交出解药 眼下的她只能赌一把 谢琪 刚刚的对话我都听到了 其实在逃过追杀后 我便开始怀疑你是不是真的只有三岁至少 想到之前的试探 林婉苦笑着 那时候的你 一定觉得我很可笑吧 男人指着屋内的人影 但是你今晚的表现倒是很让人意外 阿琪 我想说的是 我不是你的敌人 我没有想要伤害你 你可以不用在我面前装成小孩的 是吗 昏暗的灯光下 看不清男人的表情 可低微的气压却让女人心头一紧 男人俯上她的脸颊 冰冷的眼神如同猛兽一般 那你打算用什么方法 让我相信你呢 林婉紧张到不行 她该不是想要直接灭口吧 她咽了咽口水 不管你让我做什么 我 我都可以 文言男人贴到她的耳边轻声细语道 我想要你 男人一句我想要你 差点将女人吓出了屎 原来她是死敌安排在男人身边的杀手 而隐忍多年的男主为了诉仇 便假装成智商只有三岁的傻王爷 当少女确认眼前的男人是在装傻后 便直接坦言自己的身份 为了证明自己不会伤害对方 她表示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 怎料男人邪魅一笑凑到她的耳边 那我想要你 温润的气息扫过女人的脸盘 紧张到脸红的她紧闭双眼不敢直视 这就这样不好的 我是说 我想要你 给我捶腿 女人逗趣的模样被男人尽收眼底 是女人 在想什么呢 此时的谢奇一脸宠溺地看着自家媳妇 可林婉的内心早已七上八下 害怕隔屁的她连喘气都在小心翼翼 你答应我了 那我接下来不管说了什么 你都不准动手 收回表情的男人挑了挑眉 其实我是飞花阁杀手林十一 皇后为了让我刺杀你 逼我服下一个月就会毒发身亡的万花丸 可就算这样 我也没有想要伤害你 你要相信我 男人微微一笑 倘若你真动了手 怕早就是一具尸体了 背脊发凉的林婉摸了摸脖子 由于接连刺杀失败 如今的皇后已经不再信任我 这次她逼我查清你的底细和背后的势力 这次再失败 我就等着毒发身亡了 所以我现在想要和你结盟 只要我能获得解药 我就能反过来帮你 成为你安插在皇后身边的眼线 我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男人轻柔地挑起她的下巴 娘子这提议 听上去很不错吗 我都已经亮明身份了 你怎么还叫我娘子啊 男人将手收回 眼神不自在地看向一旁 后面我会想办法解决万花堵 但你 事事要听从我的安排 次日心情大好的林婉走在街上 却发现城墙边贴出的告示 而上面的内容却让她大为吃惊 这人 就是泄气口中的替死鬼吗 情绪低落地她回到王府 一声不吭地她眉头紧锁 嘴唇紧闭 脸上满是怒气 她气她 怎么可以为了保全自己 随意牺牲他人性命 娘子这是因何事不愿呢 是因太久没见到本王吗 林婉转身询问她替罪杨妮史 男人却很淡定地为她倒了杯茶水 这是新茶 娘子可以尝尝 这就是你的处理方式吗 女人的眼中满是怒意 何必这么激动 她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官员吧 轻聊淡写的一句话却将女人彻底激怒 就因为不起眼 所以你就拿无辜者的性命去助你完成大业吗 林婉 你不觉得 你作为飞花阁的杀手说这种话很可笑吗 林婉猛地站起身 谢奇 我对你很失望 说罢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男人挽留的手停在半空 想要说的话却怎么也没有说出口 她在内心苦笑着 呵呵 我还以为你会是那个理解我的人 此时系统的警报声嗡嗡作响 并要求她和男主继续合作扳倒皇后 头痛欲裂的林婉虚弱地倒在赶来的谢奇身上 林婉 你没事吧 她轻柔地将女人扶到椅子旁坐下 没事 有点头晕而已 林婉 你要知道 若想活着 就必须让自己变强 若如蝼蚁 便不能奢望苟延残喘太久 那这也不能成为你滥杀无辜的理由 男人啪的一声捏碎杯子 你怎么就知道 她是无辜的 男人的举动让林婉突然震住 她做不到她这般心狠 她起身冲向门外 谢奇 你不懂 你根本就没有心 男人扎伤的手被血水染红 可心口的痛远比这个更加强烈 呵呵 我不懂 那又有谁来懂我呢 这么多年 只有母后明白过 自从母后去世的那天起 我的心 也就死了 男人紧握的手不断流出血水 就仿佛在提醒自己时刻记住痛苦 另一边 整理好情绪的林婉突然有些后悔 这下好了 关系闹僵了 还怎么完成任务 这波系统 连个人物生平介绍都不给 真是过分 可下一秒 系统便突然上线 随即开始加载男主绅士资料 原本他的生活幸福美满 父母恩爱 而他的母族皆为军中大将 战功赫赫声望颇高 可由于功高盖主 甚至多次见阅皇权 从此成为帝皇的心病 因顾及妻儿一直隐忍的他 被身为贵妃的沉思捕获 将男主的母族全部灭门 最终导致男主生母抑郁而终 在那之后 小谢奇便高烧了整整三日 再次醒来时 八岁的谢奇便开始扮演一个 心智倒退回三岁半的孩子来自保 而皇帝因悲痛重病无力执掌朝政 便封臣思维后待其执政 而谢奇则被封为昭王居住宫外 直到现在 此时男主的遭遇让林婉倍感心疼 本想登门向男人道歉 怎料醉酒后的男人 更加可怕 他这是 想要做什么 女人一睁眼便羞到脸红 而睡在他身侧的男人却衣衫不整 这让林婉整个人都要疯了 原来就在昨夜 想要道歉的林婉来到男主门口 却发现男人正在戒酒消愁 本想阻止的他 却被男人一把拽进怀里 微微醉的男人脸上泛起红韵 娘子深夜到访是有何事 对不起 白天是我太冲动了 我向你道歉 女人的眼中满是歉意 文言男人眉头微皱 我们才刚刚开始就如此的不和谐 这让我很难信任娘子你啊 文言林婉心头一紧 那那你想要怎样 才可信我 怎料男人却突然将他扑倒 本想挣扎的手却被紧紧按住 本王认为 只有更加深入地了解彼此 才能让我们信任对方 四日一声尖叫响彻整个王府 刚睡醒的林婉手足无措地将自己裹住 他看着还在呼呼大睡的男人一脸惊恐 不是吧 我怎么会和他躺在一起 他努力地回想昨夜发生的事情 若没记错 这家伙为了所谓的信任 居然拉着他陪酒唠嗑到半夜 但不管怎样 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床实属尴尬 还是尽快开溜得好 可还没走上两步 一只大手便将他紧紧握住 娘子 为何不再多睡一会儿 此时的林婉被那张俊美绝伦的脸惊到脸红心跳 就连呼吸都仿佛慢了半拍 他收回手尴尬地连连后退 我这不是想服侍王爷洗漱吗 怎料脚丫子不慎踩到酒瓶 整个人便猝不及防地向后倒去 而男人一个箭步上前 随着哐当一声 两人便一同摔倒在地 而门外的丫鬟们却被这动静惊掉下了 这一大早 王爷和王妃的精神可真好吗 梁亭内 摔动的林婉不断地揉着脖梗 你很好吗 突然走近的男人将林婉吓到炸毛 扭到脖子的他嘟囔着嘴 男人却贴心地将药水递到他的跟前 这个致扭伤非常好 涂一下就不会疼了 谢谢你 又帅又暖的男人让林婉不敢直视 可小心脏却止不住地在那乱跳 男人俯身坐到他的跟前 今晚 陪我出去一趟 转眼间 充满胭脂水粉的艳丽女子在门前招揽客人 被惊呆的林婉看着男人 你你你居然带我逛青楼 没错 这是本城最大的一家 春香阁 二话不说便将女人带进包厢 而男人淡病的模样 让这来自21世纪的纯情少女一滴汉 怎料男人不声不响跑去门口锁死门吧 林婉被这莫名的举动吓到失语 羞愤的他在内心一阵吐槽 你这家伙要赶回来 我定会宰了你 可还没容他多想 男人又自顾自地跑到阳台 林婉 过来 摸不清状况的林婉探出脑袋 而男人此时已经跳入隔壁窗台前 没等他开口 他在山旁听着屋内的细雨声 这里面 是皇后的侄子陈娇 若想扳倒皇后 就要从他身边的人下手 怎料脚下松动的地板突然发出声响 听见动静的陈娇冲到窗前时 却未发现人影 不死心的他一脚踢翻紧锁的大门 里面的人 快给老子滚出来 此时逢场作戏的林婉 伴露着香肩一脸娇羞样 人家好怕怕呀 随后扯下维曼将二人遮住 羞死人了 男人嘴角微扬 这女人 可真会言 被维曼遮住的他缓缓开口 是何人在此造死 我们主子可是皇后的侄子 陈娇陈爷 我劝你们赶紧过来谢罪 呵呵 陈娇 你真以为你们陈娇如今恒星无际吗 说话间 他故意露出腰牌 看到腰牌的陈娇心头一紧 你是李家的 既然知道还不快滚 自知惹不起的陈娇连连道歉 在关上门的那刻瞬间松了口气 怎么就撞上宰相家的公子了呢 此时屋内的男人若无其事地整理好衣衫 惊魂未定的陈娇连忙起身背对着男人 刚刚被他抱着时 自己的心脏都差点要跳出来了 他转身偷偷看向男人 好在他没有发现 怎料男人突然拉住他的手心 你你你这是要做什么 当然是赶紧离开这里 再次被搂住的陈娇脸红到耳根 可还没等他多想 男人便抱着他一跃而下 毫无准备的陈娇一声惨叫 整个人埋在男人的怀里 片刻后 被吓尿得林婉瘫软在地 王爷大人 下次跳楼之前 能不能提前打声招呼啊 被逗笑的谢奇眯着眼睛 你身为第一杀手林十一 跳个楼就怕成这样 女人连连摆手 因为我恐高啊 文言男人突然震住 脑海中浮现出他上次 未就自己跳牙时的场景 想到这 男人脸上莫名泛起一亩红韵 随后又向林婉表示 皇后的寿臣就快到 明日陈娇会在府中挑选 能人一时进攻表演 那王爷您想怎么做 这就要辛苦辛苦娘子你了 林婉无语地看着 恢复成小谢奇的男人 为什么会有种不祥的预感呢 封批王爷遇到情敌 竟然通过装傻来宣示主权 就在刚刚 乔装成义玉丰的二人来到陈府 为了拿到陈家贪污的罪证 两人合力上演了一场大便活人 在众人的惊讶声中 从表演台消失的林婉 以悄悄来到帐房 就在他四处寻找无果时 却意外发现一间密室 而那账本上的记录 更是让其惊讶不如 没想到这陈娇贪污的 远比想象中的还要多上几倍 子料身后却突然传来陈娇的声音 申大人在此稍等片刻 我这就去拿您要的东西 慌乱的林婉将账本塞进袖口后 躲进柜子 此时走过的申从 一眼便发现了异常 他嘴角微扬 陈大人 不介意我从你柜子里拿些茶叶吧 在得到准许后的男人走向柜子 再打开门的一刹那 他便认出了林婉 男人没有吭声 只是取出一柄茶叶后 便将女人的衣角塞了进去 直到确认两人离开后的林婉 这才松了口气 此时走在大街的 他准备前往树林与泄气会合 怎料不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淡散的人群中 一名小孩不慎跌落在地 就在即将撞上的那一刻 林婉一个飞扑将孩子抱了出去 他轻柔地安抚着受了惊吓的小男孩 就在男人准备掉头离开时 林婉却上前将他拦住让他道歉 见状男人满脸的不屑 随即便挥起长鞭想要离去 然而在鞭子抬起的一刹那 却被女人死死拽住 失去重心的他在落马时 却不偏不已地半跪在地 怎料人群突然涌动 皇家雨未来了 怕身份暴露的他 只能暂且作罢迅速离开县城 而这边的男人起身时 转身看向一旁受到惊吓的摸子 他默不作声地翻身上马 随后丢下一袋钱 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县城 另一边 来到约定地点的林婉 四处寻找男主的身影 却不知某人正躺在树上 宠溺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 随着砰的一声 突然闪现在眼前的男人 将林婉吓得连连后腿 怎料他不慎踩到树枝 索性在他倒下的那一刻 被男人稳稳拉住 林婉抬眼看着 将自己紧紧护在怀里的男人 气动地心让他的脸再次爆红 账本找到了吗 男人低沉的声音 将他的思绪拉回 慌乱地他连忙取出账本 在在这呢 看着账本的男人脸色差到极点 随即命离双将证物交给申从 此时的林婉才知道 刚刚密室中的男子是谢奇的人 就在他开口询问是否恢复时 发现异常的男人 却将他抱住躲了起来 此时骑马的男子 东张西望的似乎在找什么人 林婉见状很是难卖 他怎么还追过来了 谢奇闻眼很是诧异 你认识他 在听完林婉叙述的事情后 深知对方秉性的谢奇大感不妙 面对林婉的疑惑 他解释此人正是皇后沉思的儿子 然而两人眼神的对撞 却让彼此陷入了莫名的尴尬中 我有办法 只要用你最擅长的戏码就行 此时装傻的谢奇撒欢地奔跑在前面 我要抓那只大白兔 而林婉则故作焦急地追在后面 娘子 小兔只不见了乌乌 没事了相公 跟娘子回家 娘子给你做一只好不好呀 两人和谐的画面被绿王看在眼里 这女人 居然是谢奇的娘子 此时林婉故作惊讶地回过头 怎么又是你 刚刚侥幸放你一马 你居然还敢追来 男人眉头紧锁一声冷哼 随即便要掉头离开 娘子那是谁呀 他呀 是个坏人 一唱一歌的夫妻 二人故意将声音放到最大 就怕对方听不见一般 此时的林婉哈哈大笑着 这家伙也太好骗了吧 虚轻点 小兴他还没走远 男人一脸宠溺地看着自家媳妇 可下一秒 害怕其他人发现的林婉 便拉着他向外走去 男人看着始终站在 自己这头的女人陷入沉思 娘子 你究竟是怎样的人呢 另一边还在享受美酒的陈娇 很快便被户部抓去了大牢 而这消息很快便传到豫王的耳边 这个蠢货 就让他自生自灭吧 你现在只需要给我去查一个人 那就是谢其的娘子林婉 此时同样得到消息的皇后 正大发雷霆 他没料到自己这个侄子 居然蠢到以他的名义 亏空国库还留下了证据 深从上前表示 自己已经将事情处理妥当 不会顾及到皇后这边 只是陈娇本人怕是保不住了 作为妻子 皇后早已不在乎他的生死 只是宫中进军之前 一直由陈娇掌管 如今的他需要可信的中途 来填补这个空缺 深从上前自见 表示自己会对其忠心不二 然而皇后在早之前 便得知他与谢其关系过命 为了查出背后势力 他便将其封为了进军统领 静静地等待大鱼上钩 另一边 走在街上的二人发现有人跟踪 男人俏皮地拉住林婉 不如我们来猜猜看 是谁派来的人吧 随后便拉着林婉 向人群深处跑去 就在男子四处寻找二人身影时 林婉一套组合拳便将对方击飞树米远 就在林婉上前询问对方是何人派来时 意外的事情 却发生了 他是引入绝伦的招王殿下 却在人前故意扮成三岁智商的傻王爷 可为了救妻子脱离险境 他便决定在敌人面前展露真容 就在刚刚 得知自己被追踪的林婉 将对方一掌拍飞树米远 可就在他要逼迫对方说出始作勇者时 男人却直接甩出烟雾 但逃离了现场 还想去追的林婉却被谢奇拦住 别追了 我已经知道是谁派来的 可回过头时 去发现林婉被烟雾迷了眼 他轻柔地拖起女人的脸蛋 别柔了 我来帮你吹吹吧 然而女人娇嫩的脸蛋却让他愣在原地 修红脸的他连忙被过身并递出自己的手 那个 你还是自己擦吧 猛逼的林婉半眯着眼睛 这男人在逗我玩吗 泪眼婆娑的他询问对方到底是谁 修红脸的男人没有回答 只是让他晚上随自己去个地方后便会知道 夜晚皇宫内部 偷偷潜入的二人小心翼翼地避开所有防护 面对林婉的疑惑 谢奇嘴角微扬 我们来这偷个人 偷偷人 天啊 都这时候了 他怎么还会有心情开这种玩笑啊 只见男人在急不起眼的地方扭动着开关 并表示白天跟踪的男子是深从的人 因为他早就和深从做好约定 而眼下的一切不过是演戏给皇后看的 紧随其后的林婉走进密岛 只是他觉得自己越来越无法看清谢奇 他的身上究竟还有多少秘密 此时一名身穿黑袍的女人坐在角落 昏暗的灯光下让林婉看不清对方的面 听说你要见我 你考虑清楚了 是的 这是下个月的解药 拿好 谢奇将接过的解药递给林婉 来娘子 该吃药药了 女人一声冷笑 你果然是为了她才不肯杀皇后 我之所以不杀皇后 林婉只是原因之一 但更多的是 我要的不仅仅是她对死亡的恐惧 更要她对亡人的怅火 所以 现在可以合作了吗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女人缓缓将头抬起 忽明忽暗的灯光下 是一张再也熟悉不过的面容 此时的林婉露出十分惊恐的表情 她怎么会是皇后 原来此人才是真正的沉思 而外见的那位则是一直假冒她身份的妹妹陈念 一向姐妹情深的沉思怎么也没料到 她这个妹妹竟如此心狠 不仅趁机将她独捣假冒她的身份 甚至将她关押地牢永无天日 而她那刚出生的孩儿也被对方夺走 这十八年的债 也是时候该还了 皇后授臣日当天 各路宾客齐聚在大殿外 为母后祝寿的谢月来到林婉跟前 又见面了 没想到王妃居然还会武功 哈哈我也没想到王爷竟然这般跋扈呢 林婉看着男人离开的背影 你这弟弟的气场有点强吗 看上去比你厉害多了 文言谢奇突然凑到她的耳边 虽然这方面我比不过她 但我有其他地方比她厉害 你想不想知道吗 女人内心慌到不行 这家伙说话干嘛离得这么近 你看我装傻就装得非常厉害 托 这个也值得你去炫耀吗 大殿内假扮成沉思的陈念府看着一切 如今的她早就听腻了皇后这个称呼 机遇过后 她要成为这沁国第一任女皇 眼下整个宫里宫外都已换成她的人 而那个被她提前关押的深层 更不可能将消息带给谢奇 这一次 她要一网打进一个不留 此时大殿外乱作一团 突然的失火让陈念大胆不妙 可当她想要撤离时 却被倒下的柱子拦住去了 当看到自己的人全部晕倒时 她才意识到这烟里有毒 没错 这烟里是有毒 只有使用内力的人才会毒发 陈念文声忘却 你果然是在装傻 本来就计划今日将你杀死 没想到你竟然自己送上门 谢奇举起匕首抵在她的面前 皇后娘娘都这个时候啊 居然还做着当女帝的春秋大梦 申先生甘愿做明面上的棋子混淆试听 实际上 你身边最为亲近的几个心腹早就是我的人了 皇后娘娘 你的计划失败了 可谋划多年的陈念却不愿接受现实 本宫明明已经掌管 你是想说掌管着整个沁国吗 呵呵 娘娘何等聪明 现在应该想到了 是谁给我的这般势力和谋划吧 女人突然颠笑出声 就算你杀了我 我的那些势力也会将你们错补扬灰 别忘了 我还有谢月为我报仇 男人将手收回 我确实不会杀你 因为我要的是 让你生不如死 男人嘴角微扬 陈思 我不 应该是陈念 你不妨回头看看你身后的人是谁 此时被惊出一身冷汗的陈念咆哮着 你为何会在这里 你就不怕我杀了谢月吗 被触及伤口的陈思一把将他掐住 眼神中满是恨意 姐姐你不可以这样 你身上还有我下的毒 还有谢月以及陛下他们都有 你不可以杀我 陈思突然将手收回 我当然不会杀你 毕竟死对你来说太便宜了 大势已去的陈念还想挣扎一番 却被泄起一掌鸡晕在地 这一桩桩一剑剑 事事后还了 随后他起身看向陈思 陈念种下的万花毒 你确定能解 当然 在这场大火后 我便能成为自己 而那些势力自然也就是我的势力 说罢 便投也不回地向火焰伸出走去 谢奇拉住想要阻拦的林婉 这是他必走之路 如若不吃点苦 又怎么解释得清楚 这突然的不同 扛着陈念的谢奇 将现场处理干净后 便连同林婉装作成 受害者走出大殿 而没有见到母亲的谢月 毫不犹豫地冲进火海 林婉见状有些心疼 谢月不仅任贼做母多年 还被这毒后下了毒 即便此刻也仍不知事情的真相 他看着怀里还在装晕的谢奇 为什么 我越来越看不透他 总感觉 离他好远好远 封批王爷假装成三岁智商的傻娃娃 面对情敌 装傻冲愣的他开启护气模式 此时站在朝堂之外的少女一脸愁容 因为今日是他那傻夫君第一次上朝 可上完早朝的男人却耸挖着脑袋一副委屈啊 就在刚刚 久病缠身的皇帝今日宣布 后期国事由兄弟二人一同执掌政务 即便朝堂中反对生一片 可偏爱谢奇的帝皇仍旧坚持此次决定 看到谢奇的林婉开心地向男人挥手 而看到女人的她也同样乐开了话 好吧 娘子来接阿琪回家了 林婉健壮无语至极 这家伙又开始装傻了 谢奇上前一副宠义的表情 刚想要和媳妇意外一番 谢月便冲到女人跟前换她林婉 这突来的招呼让林婉瞬间当机 你要叫王妃嫂嫂 不能直接叫名字 我爱怎么叫就怎么叫 小阿琪发出老虎般的呜呜声 娘子的名字只有阿琪可以叫 别人不许 文言谢月整个大无语 阿琪这么小 估计连什么是夫妻都不知道吧 阿琪当然知道 阿琪和娘子睡觉叫啊 阿娘说过 只有夫妻才可以睡觉叫 你觉得我会信吗 别自欺气人了 阿琪说的都是真的 你就是只赤蛮蛤蟆 想吃娘子这只白天鹅 丑丑丑 文言林婉无奈地站在一旁 这两人又不幼稚啊 谢奇一把搂过林婉 哎呀哎呀 再不回家要来不及睡觉叫 娘子 咱们还是走吧 回去路上的谢奇面无表情 可林婉却很疑惑 那个假皇后现在在哪呢 你们后面的计划又是什么 为什么不告诉谢奇她母亲的事 男人有些不悦 你很在意我瞒着她 你在可怜她吗 没有 我只是觉得 可话还没说完就被男人打住 你是觉得我比她阴险狡诈 正好 她还在后面跟着 心疼她的话 为什么不过去告诉她呢 意会的林婉刚想解释 谢月却已经走了过来 林婉 你昨日为何会出现在店内 林婉则解释是皇后的命名 小阿琪上线的她又补了一句 昨天刚过去 就死掉了好多人了 文言谢月很是不解 真是母后做的吗 阿琪上前横在中间 你不许盯着我娘子 谢月立声让其让开 可傻乐呵的小阿琪就是坚决不让 林婉无语的看着两个一米九的大哥互相较量 这是什么菜鸡护拙的画面了 一个碍眼 一个真傻 惹不起的林婉刚想开溜 去跟阿琪拽住一脚 娘子去哪 是不要阿琪了吗 这麦惨的演技让林婉无语到了极点 强忍着怒气的她挤出一抹微笑 怎么会呢 阿琪误会了 我是不会丢下你的 男人死死拉住林婉的手 那阿琪跟娘子一起回去睡觉叫好不好 乍毛的林婉内心咆哮着 睡睡睡你个大头鬼啊 怎料谢月突然开口 林婉 你难道不想要万花毒的解药吗 文言林婉心头一紧 她居然知道自己中了毒 男人扔下一句想解毒就跟我来后便转身离开 小阿琪拉着林婉不肯松手 阿琪也要去阿琪也要去 此时三人来到一处大楼外 林婉有些疑惑 我中毒的事 你怎么会知道 我派人查过 这家伙居然如此正大光明地说出这种话 小阿琪摆出一副好啪啪的表情 娘子不要去 不要跟坏人走 我的王爷 演得有点过了 然而当林婉打开门后 却撞见一个黑衣人正在欺负一位老者 听见动静的男人停下手中的动作 还没等林婉做出反应 对方便直接甩出一枚利刃 锋利的刀柄划过女人的脸盘 直接冲向还在斗气的两兄弟 好在警觉的二人迅速避开 而藏着老者的黑衣人则趁机跳窗离开 谢奇冲上前拉住要去追的林婉 娘子不要阿琪了吗 谢月看着逃离的二人表示不用追了 林婉焦急地询问那二人是谁 可谢月却表示自己并不清楚 谢奇则心疼地看着自家媳妇 娘子的脸受伤了呜呜 林婉抛了个白眼 你压得是眼上瘾了吗 男人眼神突然变得很辣 伤你的人必须死 林婉文言一脸错愕地待在原地 此时的谢月踏上窗台准备离去 这解药我自会找到 谢奇转过身看向对方 御王怎么就要走了呢 这场戏 若是没你可就不精彩了 林婉见状瞬间麻了 她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谢月更是无比吃惊 你果然是 谁装的呀 再次切换成小阿琪的男人接过后 母后一直怀疑你在装傻 没想到你真的是在弃君 男人一脸的童真 弃君是什么呀 娘子之前教我学大人说话 防止被人欺负 你现在是要教我弃君吗 谢月无语地看向林婉 头大的林婉被钉得冷汗直冒 对对对 都是我的错 是我教得不好 呵呵 原来如此 谢月无奈地笑出了声 小阿琪眨巴着无辜的大眼睛 难道阿琪说错话了吗 林婉宠宁地笑着 阿琪没错 阿琪说什么都是对的 怎料男人越说越委屈 都怪阿琪笨 是阿琪那天说错话了 所以皇后娘娘才要将阿琪和娘子烧死 此时的林婉瞬间麻了 那个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 谢月文言看向二人 那一日的失火是母后自己做的 是啊 那火就是娘娘自己点的 可大可大了 还杀了好些人 林婉被眼前的男人惊得目瞪狗呆 这家伙果然是眼上瘾了 可下一秒 意外的事情却发生了 他是沙发果断的封辟王爷 可在遇见他后 他的世界便不再只有仇恨 甚至愿为他放弃所有 就在刚刚 为了给女主拿到解药的几日 来到一栋别院内 可下一秒 树道飞剑冲向三人 紧接着又是被一颗巨石追着碾压 疯狂逃窜的三人 最终在一间密室内停下 而刚刚的一切境遇 明显是为了将他们引到这里 在打开门的一场呢 便有一名蒙面男子坐在那里 豫王殿下果然聪慧 也不枉费娘娘的苦心栽培 可下一秒 上方便落下一个巨型铁网 将几人团团围住 男人眉头微皱 你特意将万花毒的消息透露给我 就只准备了这些拙劣的伎俩 呵呵 殿下是聪明人 只要殿下杀了那个女人 殿下便能得偿所愿 闻言谢其上前将女人护在身后 不许伤我娘子 谢月一声冷笑 本王还没蠢到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来这里 从你布局的那一刻开始 你便是一个死人了 谢其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弟弟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般心情了 豫王殿下果然好谋略 赴约时故意叫上昭王和王妃 想必殿下早猜到这社局之人 想知道并不难 不管谢其是真傻还是装傻 当今能撼动母后地位的人 只有他 所以在一开始 你们目标就是我 没错吧 此时照着几人的铁网防范升起 豫王好气魄 谢月看下身后 我首先是庆国的豫王 然后才是皇后之子 我自然明白自己要做什么 黑衣人递出药盒 那人说了 若豫王没有趁机对昭王下手 便将解药给到殿下 谢月转过身 告诉那人 以前之所以正是为了保护 现在 已经没有人需要我保护了 待谢月离开后 男人便摘去面罩露出真容 我奉陛下之命特在此等候殿下 可谢其却表示此刻只想带着凌婉离开 龙侍卫眉头微皱 难道殿下要为了凌婉一人 忘记原家的血海深仇 忘记陛下的忍辱负重吗 大人错了 原家的仇 父皇的恨 阿祺一刻也不曾忘记 这十几年来阿祺装疯卖傻 旁人都说是阿祺运气好 但阿祺知道 这些年一直是龙侍卫在暗中保护 阿祺不敢忘 此时的凌婉被惊得目瞪狗呆 原来谢其的靠山竟是皇上 龙侍卫表示皇上之所以让其两兄弟一同指整正义 一是怕大臣不服 毕竟此刻的他在众人眼中 还是那个心智不全的吃傻王爷 二则是希望借此稳住皇后的势力 随后命手下拿来万花毒的解药 此时的凌婉一眼便认出 这人正是那日跟踪自己的人 难怪那时谢其那么淡定 原来是一伙的呀 豫王中毒的事陛下也是刚刚知晓 由于毒后诡计多端 陛下便想以此计引其前来 若豫王有意动 便杀无赦 闻言凌婉心头一紧 皇上居然狠心要杀谢月 可接下来男人却表示 虽陛下理解凌婉之前是受毒后牵制 但仍希望 男人强行打断对方接下来的话 阿琪在此谢过父皇 其他的阿琪自有打算 有些事情 阿琪是不会让步的 还请您回去替我转告父皇 本还冷面的王爷转身变一脸的宠物 凌婉 快吃吧 以后你再也不必为性命担忧了 见女人吃下解药 男人心里的石头才终于落地 无论如何 我都会保护你 回到王府后 谢其表面上虽是恢复成以往的冷漠 可心却和从前大不相同 殿下 斩草要除根 申某觉得应当直接将毒后杀死 可谢其却将其打断 表示自己一一决 不会再有任何改变 可身为原家的后人 谢其的表哥 身从仍有不甘 毕竟只有将毒后处死 才能给王人一个交代 可谢其不愿再与其争辩 林婉还在等我 今日便不与先生多聊啊 此时坐在殿外等候的林婉有些愁存 原本的他以为是自己在保护谢其 可实际上 却是他在一直护着自己 如今的他已经掌握大军 大概以后也不会需要自检吧 娘子为何又在发呆 在刺眼的阳光下 男人的身影显得格外迷离 他拉起对方的手就要回家 他想要记住所有美好的时刻 因为等系统任务完成后 他便要回到现代 而那时的自己 就只剩下这些回忆了 此时在角落里的身从默默地注视着一切 自从王爷遇到他后 一切都变了 次日 在宫外等候谢其的林婉正无聊地玩着 怎料谢月却来到他的身后 并将万花毒解药递给对方 我母后现在虽昏迷不醒 但以他的秉信 这件事他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拿着解药 日后多加谨慎些 怎料谢其突然出现 又被阿琪看到了 弟弟要抢阿琪的娘子 弟弟可真坏 随后将媳妇的手牵在手里 阿琪迷路了 以后阿琪要牵着娘子 这样就不用让娘子等了 林婉将药和还给谢月 表示自己已经有了一颗解药 剧烈的疼痛让林婉再次晕倒 面对即将回到现代的要求 她又该如何呢 穿越到古代的少女 在完成任务后被要求穿回现代 可喜欢上男主的她 如今却不想回去了 但若拒绝 她将会在24小时后丧命于此 面对昏迷不醒的少女 谢其的心情瞬间沉到谷底 就连医师也查不出她晕倒的原因 而将林婉视作新患的身从却在窃喜 表示林婉作为毒后派来的杀手留不得 可男主却见不得别人说林婉半点不好 她是本王的王妃 屡次救本王于危险中 若我将她舍弃 那才是含了天下人的心 不死心的身从还想再说些什么 却被谢其立生打断 那日申先生明明知道王妃中了万花毒 却未禀报 本王希望这种事 不要再发生第二次 可身从却坚持自己没错 既然他是敌人派来的 那便不可留在王爷身边 此时的谢其被彻底激怒 无论是以前 现在 还是将来 林婉都是本王的人 外间事务还需先生劳神处理 近日没有本王传唤 先生就不需要来王府了 男人来到林婉身边 不安的心充斥的全身 只要他能醒来 他愿意一辈子做他身边的小傻瓜 哪怕是放弃仇恨 放弃权势 他也愿意 不知过了多久 从梦中醒来的林婉 便看到了守在身旁的男人 我好像听到有人说 宁愿不要权势不要复仇 男人刚想说些什么 却被林婉打断 听我说 我虽然希望你是阿琪 但我更知道你就是谢其 男人有些错误 你想说什么 知道自己即将离开的林婉 挤出一丝微笑 我想说 无论你是谁 我都喜欢 内心雀跃的男人脸红到耳根 林婉一滴汗 你脸红个什么劲呢 片刻后 林婉不舍地看着 为自己装傻的男人 若我不见了 你还会像现在这般开心吗 散落的花瓣随风飘落 就如同他此刻的心一样 不知该何去何从 娘子怎么了 是有什么心事吗 林婉正正地看着眼前人 明知道他在装傻 可他还是忍不住地迷恋 他这副纯真的样子 娘子有心事的话 可以说给阿琪听的 深知自己时间不多的 林婉缓缓缓将手抬起 随后一把揪住对方的耳朵 你这呆子 装过头了知不知道 男人宠溺一笑 有些时候 没在娘子面前装了 记忆都生疏了呢 说完又立马切换成腹黑模式 娘子若是不喜欢 阿琪可以试着换一副样子 被惊到的林婉瞬间麻了 这这这还是算了吧 想到之前两人 在他昏迷时的对话 林婉在内心劝诫自己 他之所以这样护着自己 只是不允许别人侮逆他吧 才不是因为在意我 对没错 一定就是这样 可下一秒又彻底崩溃 怎么办怎么办 完全收服不了自己阿呜呜 由于系统让他回到 穿越地点进行穿越 少女找了个理由便要出门 可下一秒 一只飞剑便射到他的旁边 此时他才发现 王府门口已被重兵团团围住 不是吧 我才昏睡了一天 这些骑就这么快倒台了 看迟刀的大块头越走越近 吓尿的林婉便立刻转身关上了大门 他想不明白 这毒后不是已经被抓了吗 难道是心后反水了 就在他想要找男人问清楚时 装傻的他便挥着小老虎跑过来 别再玩装傻的游戏了 我腻了 娘子腻得好快 喜新宴就懂不懂啊 那好吧 既然娘子腻了 那我就不装傻了 林婉被对方萌到抓狂 你压得现在是不傻了 可你在对我卖萌啊 苍天啊 这两个有啥区别啊 一想到自己就要穿回 现代的林婉很是头大 你都被关禁闭了 你知不知道啊 男人邪魅一笑 娘子是在担心我吗 这真正的清脚才刚刚开始呢 皇后被大火烧到昏迷不醒 而在场的我嫌疑最大 若是皇后没有作为 那埋藏在底下的尸里 又如何会信她 此时的林婉才知道 这一切不过是她的手段 面对吃惊的林婉 男人再次切换成小阿琪 娘子是觉得阿琪心狠手辣吗 比起刚刚的谋划 你这表情切换的才叫恐怖啊 好不好 男人唇唇一笑 那娘子喜欢这样的 不是吗 此时王府大院内 男人居然抓着林婉玩起了躲猫猫 什么听到三二一 就不由自主地想要躲呢 我是谁 我在哪 我为何要玩这种幼稚游戏啊 此时系统警告 穿越时间仅剩八小时 如今王府被团团包围 他必须要想个办法逃出去才行 可为何躲在这里的 我莫名地有种自豪感呢 怎么突然出现的男人 将林婉吓到炸毛 手握糖果的阿琪 开心地手舞足蹈 可看到糖果的林婉瞬间麻了 你刚刚溜出去买糖吃了 是啊 虽然说要骗皇后的人 但是想要出去还是很简单的 文言林婉瞬间抓狂 你是故意的吧 你为何刚刚不说 我一定是被毒傻了 才对他说不管哪一面都喜欢 谢奇就是个小恶魔 可阿琪根本不是一个人呜呜 少女拉着男人求他带自己出去 可下一命 钻进狗洞的他很是疑惑 你该不是骗我的吧 你会从狗洞里出去 怎样身后的男人一脸无辜 我当然是用轻弓出去的呀 阿琪才不会钻这个 我发现了 你绝对是故意的 你压得一天都在转我呜呜 才没有 你污蔑人家 我靠 人家这种词 是你这种壮汉能用的吗 现在立刻马上 带我去能用轻弓飞出去的地方 此时走了一路的林婉突然察觉到不对劲 我一个要穿回现代的人 为何要一路牵着他呢 有他在还怎么穿 为了独自回到穿越点 林婉将阿琪带到茶铺 表示自己去隔壁街为他买串糖葫芦 小阿琪乖巧地点了点头 林婉呵呵一笑 你在装可爱的话 我就捏死你哦 随后轻柔地在他额间落下一吻 脸红的他表示 这是自己家乡说再见的方式 男人眼底赏过一抹哀伤 阿琪不要再见 阿琪要跟娘子一起去买 林婉文言连连摆手拒绝 不就是串糖葫芦吗 我自己去就行 娘子看上去好心虚呢 不知道的还以为娘子要离开阿琪了 被戳中的林婉心头一挤 才才没有呢 此刻转身离去的林婉不敢回头 对不起 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现在的我 身份是假的 身体也是假的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 此刻的他内心在痛 来到穿越点的他 丝生力竭地吼着系统 阿琪再见 再也不见 少女穿越古代遇到了挚爱 如今却被系统告知要穿回现代 若是违背 那么他将会丧命于此 可面对于心爱之人的分离 他的心就如刀割一般痛到不行 他恨自己的人生不能自己做主 也无法接受没有他的世界 此时一名男子走到他的身后 泪眼婆娑地林婉抬起头 当看清来的人并非泄气后 他的心突然有些失落 他在期待什么 你来寻自己吗 你昏迷的时候 我一直在王府外面等你 我之前便和你说过 若你不想待在京城 我可以安排你离开这里 被强行拽起的林婉有些猛逼 等等 他这是什么表情 我什么时候和他这么熟了 男人的眼中满是愧疚 都怪我 是我没能及时发现你的身份 下一秒 男人便将他紧紧搂入怀里 林婉 跟我走吧 突来的举动让林婉瞬间麻了 什么情况啊这是 剧情发展得好像不太对了 被霸道小说爱上的情节吗 这也太狗血了吧 关键自己都没被谢奇这么抱过啊 而这狗血的一幕 却被一路跟随的谢奇看在眼里 很早之前他便察觉出他要离开的心 他一次次地想要将它留下 可如今的他竟这般的心狠 心狠到将他舍弃 怎料谢月突然吻上他的额尖 惊得林婉如同触电一般浑身炸毛 飞捂着拳拳的他一把拍飞对方 敢吃老娘豆腐 受死吧你 此时系统警告穿越时间仅剩三小时 林婉捂着疼痛的脑袋 并推开想要上前搀扶的谢月 随后头也不回地向森林伸出跑去 试探结束的男人站在原地 呵呵 哥哥看中的人 果然不一般呢 而躲在芦苇当中的林婉还在忐忑中 这谢月是没抢到王位打算抢女朋友吗 简直离了大谱 松懈后的他疲惫地躺在地上 谢奇这么聪明 应该已经发现自己不在了吧 现在的他会不会难过呢 怎料系统突然加速到仅剩一个小时 你知破完一时被狗砍了吗 才一小会儿 就扣掉两个小时 简直太过分了 可下一秒 穿越时间竟跳到仅剩一分钟 想要拒绝的林婉痛苦地嘶吼着 就在他以为即将被传回现代时 系统却因顾名原因导致穿越失败 而失去意识的林婉却再次陷入昏迷 另一边 跟丢林婉的黎霜跪在地上 眼前的男人满脸不悦 王妃嘴中提到的系统查得如何 黎霜表示和王妃有关联的人中 并没有叫系统的人 而远在西边的蓝国的国师 却正好与此名相同 男人眼神变得迷离 所以 你是因为他 才要离开我吗 不知过了多久 被系统折磨的林婉狼狈不堪地走在街头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该庆幸此次穿越失败 因为他不知道 下一次 这系统会不会再次卷土重来将他带走 突然他的思绪被眼前的吵闹声拉 只见一群小毛还围着男人不断嘲讽 快看呀 住在大房子的傻哥哥被可爱的姐姐抛弃了 没错 一定是姐姐嫌弃他太笨才不要他 你们都在胡说 我娘子才不会嫌弃我 此时灰头秃脸的他就像没人要的小孩一般狼狈 女人心疼得正在原地 为什么 明明泄气不傻 甚至比阿琪有手段有谋略 可他为何要以阿琪的样子 任由一群小孩欺负呢 怎料说不过瘾的熊孩子 却开始朝阿琪丢起了石子 凌晨一个剑步冲到男人身前 我看谁还在动手 一群小屁孩 在欺负人我就打烂你们的屁屁 有些生气的他转身替他擦去脸上的泥斑 你又不傻 为何还要这样 因为我在赌 赌你会不会回来 会不会舍得别人欺负我 还好 我赌赢了 闻言林婉突然正主 泪水不自觉地涌出眼角 傻瓜 你是赢了 男人喜笑颜开 我不会输 因为我不敢输 可这一句话 却让林婉正主 难道自己只是他的赌注中的一个吗 算了 他本身就是这样的性格 即便是赌注又如何呢 娘子 咱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出来太久会把鱼儿吓走的 逼得林婉一脸猛逼 你这转变也太快了吧 亏我刚刚还心疼一脸悲伤的你 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小阿琪见状又开始委屈 娘子 又嫌弃阿琪了 在她的心里最害怕等待 因为在她很小的时候 她已经有过太多的礼比 她害怕等待 害怕被抛弃 林婉轻柔地抚摸着她的脑袋 傻瓜 无论何时 我都不会嫌弃你的 此时回到王府的林婉久久不能入睡 被系统支配出恐惧的她泪流满面 系统在的时候 她是又紧张又害怕 如今不在了 她是更紧张更害怕摇屋 可下一秒她就被吓出了事 突然冒出的男人整个搭在她的身上 苍天啊 她是什么时候跑过来的呀 少女被迫要穿回现代 时刻都要面临和心爱之人分离 也许是明天 又或许是下一秒 不安的情绪让少女久久不能入睡 而同样害怕失去她的男人 竟趁她不注意时偷偷爬上她的床 或许只有黏在一起才会有安全感吧 少女的眼中充满不舍与心疼 穿越而来的她 仅仅过了一个月就如此的不易 她可以想象出 她定是经历了许多磨难才活到了现在 四日清晨 清醒的林婉正替阿琪处理公文 近日读后埋在军中和京都的势力已被清除 后期只要把江湖和商骨两方的余孽铲除 那么谢琪便可以堂堂正正做自己不用再装审 可下一秒她才发现 这身边的丫鬟竟是深从派来监视她的 而且她能明显地感觉到 这深从对自己有很深的敌意 哪知醒来的阿琪 却和丫鬟一起对她开始极限拉扯 随后又故意摔倒在地委屈了起来 娘子好凶 娘子不喜欢阿琪了 林婉借机将丫鬟前走后将男人扶起 配合演出的《我你事不见》 该死 我怎么还唱出完了 心累的林婉跪倒在地 我好想静静啊 咱了一回眸 却发现镜中的自己被画了王八 既然你要装成熊孩子 那就给你一个完整的童年 此时一向爱吃的林婉没了食欲 她本想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对方 可最近她却又开始在府中装傻 想必眼下定是遇到非常棘手的事 此时男人突然表示飞花阁近期有了动作 询问她是否还记得之前阁中的事情 林婉刚想开口表明身份 却被前来的丫鬟直接打断 并催促他们赶紧用膳 被吓到的林婉甩去一个眼神纱 这家伙是故意的吧 随后便假模假样地在饭菜中来回倒腾 这家伙一直催着用餐 难道是塞了什么纸条不成 怎料阿琪却将饭菜打翻在地 此刻林婉才意识到这饭菜有猫腻 眼看周围有这么多双眼睛盯着 于是她起身开始配合演戏 责怪阿琪不懂事 阿琪一脸委屈 这些阿琪不爱吃 阿琪只想吃糖葫芦 林婉端起架子 命运将菜端走去买些糖葫芦 然而周围却无一人离子 呜 没识权的王妃也太憋屈了吧 为了避免阿琪遭殃 林婉便端起米饭想要替她解决 男人刚想制止 却被林婉打住 她用眼神示意她不要暴露 好在院墙之上突然跳下一只哈基米 好巧不巧地撞到林婉并打碎了米饭 饿惨的哈基米只是舔了一口 便口吐白莫领地喝饭 林婉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自己刚刚要是吃了 怕是神仙也难救了 于是她借机喊人 声称饭菜有毒 可王府内除了她激动地大喊大叫外 没有丝毫动静 什么吗 喉咙都喊破了也没见个人影 此时谢奇表示府内的人一夜之间全被换了 她不希望她像之前一样以身犯行 她害怕因此再次逝去的 林婉文言拼命地点头映下 却把男人看愣了神 娘子这样好可爱啊 另一边 在汤池中的谢月已察觉出林婉的异常 而试探的那天 她根本没有认出自己 此时信哥送来探报 当她打开的那一刻却彻底愣住 将性质紧握得她颠笑出声 十一居然失忆了 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怎么可能 身为我飞花阁的第一杀手从未失手过 现在竟然失忆 林十一 你究竟在玩什么花样 刺热的林婉还在纠结 是否要将自己的身份告知对方 对于谢其问她所要飞花阁的信息 她根本无从知晓 可下一秒她就被身后的男人吓了一跳 娘子真坏 昨夜竟然将门反锁 害得阿琪都进不去 拜托 你进别人房间还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不要以为你扮演三岁小孩就可以为所欲为欧 本宝宝才不会吃你这套 难道娘子是讨厌阿琪了吗 我知道了 娘子一定是怪阿琪睡觉时没对娘子做什么 对不对 呵呵 你这脸皮还能在后点吗 男人突然一本正经地看着林婉 我是认真的 替皇家绵延子嗣我义不容辞 此时的林婉脸黑成了碳 你敢再说一次试试 呜呜娘子好可怕 阿琪知道错了 林婉看着时刻在房间内外晃有的是你 冰烧这么卖力怕是会奖励红包吧 随后拉着阿琪假装教她链子 谢其轻声询问她为何会有这么多奇怪的话语 她嘴中的家乡又是哪里 林婉没有回头 表示自己在那次醒来后 便不记得之前的事了 就在两人玩得正嗨时 玉王却在门口求见 去的路上 男人提醒她谢月就是飞花阁的阁主 而读后为了能够顺利登上地位 在谢月身上可花了不少心思 此时的林婉菜谎物 这玉王原来早就成了读后的妻子 因为一个杀手门派的统领 是不可能当成皇帝的 当两人来到门口时 一个粉嫩的小姑娘瞬间喜极而起 还没等林婉反应过来 就被对方一把抱住 姐姐 我可算找到你了 姐姐为何不来找我 你是忘了私情了吗 猛逼的林婉一脸猛逼 我居然还有个这么大的妹妹 都没人提醒一下的吗 既然人给你送到了 那我便先走了 林婉急忙制止 如今这王府被围的水泄不通 我可没办法带她进去 放心吧 本王带来的人 这些废物谁敢瞒 林婉尴尬一笑 我真是猪幽蒙了心 才觉得谢月看上去是个傻大哥 男人嘴角微扬 林婉 你迟早会想起来 我其他的身份 林婉文言心头一紧 什么其他身份 前男友 暧昧对象 还是暗恋对象 我靠 这林婉的眼光不至于这么差了 回到王府后的阿祺开始吃醋 阿祺不要这丫头抱着娘子 看着刚来就要干嫁的两人 林婉无语至极 看来以后是没得安生日子了 谢祺看着一直黏着林婉的女子 这个时候 谢月却特意将私情送来 难道 是已经怀疑林婉的身份了 所以 林婉你不是废话阁的杀手 那你究竟是谁 他是杀杂果断的招王殿下 如今却要装成三岁智商的傻王爷 为了让死敌放松警惕 每天拉着媳妇一起演戏 面对突然入府的蒙妹子 林婉决定亲自下厨 想要试探一番 看到姐姐忙碌的妹子满脸不悦 这哪是一个王妃该干的活呀 嫁给你这个傻子 真是倒八辈子没 娘子 有人骂阿祺是小傻子 然而第一次炒大锅饭的林婉 显然有些手忙脚乱 若这丫头真是林婉的妹妹 怎么可能不认识自己的姐姐 可她是谢月送来的 那她认识的应该是 飞花阁的零食衣 片刻后 灰头秃脸的林婉 将做好的点心端了上来 可小阿祺却一脸嫌弃地拒绝品尝 面对媳妇的再三恨求 小阿祺直接将老虎饭团 对进林婉的嘴里 不如娘子先尝尝吧 仿佛吞了整袋盐巴的林婉 差点归系 强忍着痛苦的她几处灿烂的微笑 阿祺真棒 竟学会了分享 阿祺快吃 真的超好吃呢 哼哼 这种黑暗料理 就算庄也要拉上一个当店呗 怎料男人突然伸手 替她擦去嘴角的饭炸 轻柔的触碰 让林婉的心脏砰砰狂跳 男人的脸越贴越近 她能清楚地感觉到对方的气息 当稳落下去的一刹呢 林婉瞬间失去了思考 事后男人摸着嘴角意犹未尽 女孩子轻起来 是那么闲的吗 羞红脸的林婉刚想开口说些什么 就见撕情一脸的杀气 小傻子 你刚刚亲了我的姐姐 被打扰的男人眼神 有一瞬间的寒一声 可下一秒又恢复成小阿琪的模样 娘子最喜欢和阿琪玩亲亲游戏了 我们每天都要亲亲呢 思情文言一把将阿琪拽走 你这浪荡的臭傻子 敢再亲我姐姐 小心我撕烂你的嘴巴 林婉见状急忙红到二人中间拉架 男人却宠密地再次为女人擦起嘴角 随后贴到她的耳边 你这是怕我杀了她不成 被看透心思的林婉正在原地 刚刚那一瞬间 她的表情可怕到让她以为真会如此 男人眼神突然很是受伤 娘子又为了别人疏远阿琪了 欲望是 现在的思情也是 女人文言心头一紧 她这是在吃醋 还是占有欲呢 怎料男人一口吞掉饭团 阿琪会乖乖吃饭 娘子不要生气 呸呸呸 好闲 饭饭有毒饭饭有毒 呜呜 阿琪要被嫌死了 使坏的思情捧腹大笑 哈哈多亏我聪明 在饭团里塞了好多盐巴 嫌死你这个小傻子 让你欺负我姐姐 不论什么时候 都不许有人伤害姐姐 夜间疲惫的灵婉刚想休息 突然一把匕首将她横在原地 快说 你是谁 灵十一到底在哪 被吓到的灵婉冷汗直冒 你你你冷静点 我就是灵十一啊 你胡说 灵十一是出名的冷血杀手 你根本就不是她 灵婉眼神一变 表示自己失忆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可小丫头却不愿相信 一个人 再怎么失忆 也不可能变了性格 灵婉文言极力辩解 万一现在的我就是真性情呢 一个正常的女孩子 谁不想当个小公主 谁愿意总是冷着脸啊 听到公主的私情 有一瞬间的迟疑 可下一秒便扯开少女的外衣 即便姐姐失忆 也绝不会将我忘记 然而尖角的胎记 却又真实地存在着 此刻的她才不得不相信 眼前的人竟真是自己的姐姐 王府的某处 探查回来的黎霜 表示未在飞花阁 查到私情的身份 而且就在刚刚 还差点对灵婉动手 男人邪魅一笑 这点小事对灵婉来说不足为惧 不然我又怎会 这般喜欢吗 接过话的黎霜嘟囔着嘴小声说道 男人脸色一变 让少涛回复 有她在 这私情应该无力再继续纠缠灵婉了 另一边 一直压抑着情绪的私情 正抱着灵婉哇哇大哭 姐姐对不起 私情只是害怕 再也见不到姐姐才会这样 如果没有了姐姐 私情在这世上 就再也没有亲人了 灵婉轻柔地将她搂住 就在她想要安慰时 小丫头却突然询问道 既然姐姐失忆了 那渔王是不是也忘记了 灵婉文言瞬间麻了 不是吧 这渔王以前跟我真有什么吗 那他也太会装了吧 这两兄弟是影视的专业生吗 这么能念 次日 阿琪一如既往地拉着媳妇在府中演戏 而他们身后一直跟着一名女子 私情一个剑步将女子揪住 但对于丁梢这事 灵婉早已见怪不怪了 没多大点事 放她走吧 小丫头前一秒还笑着应想 可当灵婉离开后 却立马切换表情 快说 你到底是谁的人 另一边 身穿红衣的女子正摆弄着手中的花草 派去的人被发现了吗 呵呵 既然如此 那我亲自去会会她 我倒要看看 是谁 这么能蛊惑王爷的心 你是英明的昭王殿下怎么也没料到 自己培养多年的心腹 竟差点害死自己的媳妇 就在刚刚 王府突然来了一位红衣女子 然而让临婉意外的是 这娇艳欲低的女子竟是王爷的侧妃 而且在七年前便已嫁入王府 从没听到任何风声的临婉瞬间麻了 太过分了 这家伙居然有个这么久的小媳妇 为什么都没人告诉我 露婉脸的少涛礼貌地向临婉道别 可回到侧院后 却发现自己的人被对方打成了猪头 女人见状怒火中烧 同为殿下的棋子 她凭什么敢无数 偷偷溜出王府的少涛来到一处洞穴外 却跟进了她 以为王爷让她回府是在暗示她铲除掉临婉 只要杀了这个女人 我便是王爷跟前唯一的红人 从此再也不是大家嘴中凶大无脑的挡箭派 而王爷挥下第一女军师的位置 非我少涛莫属哈哈 可胆小的她 刚走了几步就怕到不行 更是被洞中的重重吓到试镜 此时洞穴的深处坐着一名男子眼冒寒光 我还以为侧妃娘娘有多大能耐呢 没想到竟胆小成这样 祖琴筛子的女人哭成了事 事可杀不可辱 银两扣半扣半 王府内 躲在角落的女人默默地观察着临婉的一举一动 我的王爷受苦了 每天陪着这两白痴演戏 今日就让我来帮王爷宁解除困境 于是她将从巫师那获得的毒蛇放了出去 此时王府内尖叫声一片 女人一脸得意地笑出了声 然而当她回过头时 却发现林婉正捉着蛇蛇一脸的兴奋 厌罪的她当场实话 自己最怕的蛇蛇居然在她手里如同玩具一般 就在林婉松手的一刹那 逃命的蛇蛇直接冲到侧妃的脚边 被蛇蛇吓到的女人瞬间音速起飞 有蛇呀 救命啊 片刻后 不死心的女人再次登场 毕竟她可是招王的侧妃 也是招王的谋士 更是谢三岁的支持会会长 只要让林婉喝下这碗毒汤 哪怕是一小口 就会 本料林婉却突然从身后冒出 被吓到的女人一击灵直接打翻了手中的毒汤 完肚子 我好像喝到了毒汤呜呜 猛逼的林婉刚凑上前 这女人一脸惊恐的哇哇大叫 我刚刚是不是喝了药是不是喝了药啊 应该是的吧 凌乱的林婉音声道 下一秒 女人便撒鸭子跑回了屋 屋屋我要死了 临婉的腹部突然传来一阵巨痛 她不明白 自己明明没有喝到毒药 为何还会中毒 面对昏迷不醒的临婉 男人却还在那里玩着手中的娃娃 这可把心疼姐姐的思琴差点弃着 但凡姐姐有个三长两短 我定会杀了你让你下去陪她 怎料申从却突然出现 表示自己可以为王妃医治 而她身上展现了儒雅气质 却让思琴一世看能了神 这个人 看上去好温柔啊 小阿琪配合地拍起了小手 没错没错 申先生的医术最厉害了 就连受伤的小黄都治好了 除了小黄 还有小花小黑小白好多好多呢 申从刚要俯身行李 就被思琴拽了进去 那个傻王也有啥好拜见的 还是赶紧给姐姐诊治吧 片刻后 申从看着发黑的银针 表示王妃只不过是中了毒 并无大碍 思琴一听直接炸了 都被毒晕了还并无大碍 还只不过 你这人说话不考虑别人感受吗 我的意思是说王妃的毒有药科解 只要找到下毒的乌医就行 思琴闻言询问乌医的位置 小阿琪却挥舞起手手 阿琪知道 那人在盘山洞 可下一秒便恢复成原本的状态 所以 你是打算去寻找解药吗 思琴见状才知道 男人原来一直在装神 可这一幕却让申从很是意外 他没想到王爷会在此刻暴露真容 而且他怎么会连个小丫头都信任 此时心急的思琴 直接冲出门要去寻找解药 猛逼的申从看着对方离开的身影 我后面还有话没有说完呢 我知道哪里可以拿到解药 此时泄气看着突然前来的申从 本王曾经说过 没有本王的传唤 申先生便无需要到王府来 申某只是看到少涛回府 还以为王爷会有什么安排 信不想 王爷只是想用他来刺激王妃 申先生虽是聪慧 但却不懂男女之情 林婉的心意本王自然知晓 根本无需他人试探 少涛回府自有他的用途 只是可惜 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倒是申先生为何会出现于此 怕不是跟少涛合谋独杀林婉吧 王爷怕失望了 申某从不与蠢人为伍 如今也只有王爷才会因为幼时的情谊 将少涛这种蠢女人养在身边 之前少涛作为幌子在王府坐天坐地 用来混淆读后视听 其他的怕是毫无可用之处了 此时昏迷的林婉发现系统一片混乱 紧接着便与他断开了连接 片刻后 恢复意识的林婉猛地睁开眼睛 嘴里下意识地喊个声系统 这让一旁的男人心头一紧 又是他 这个系统到底是你什么人 以至于你失忆了还这般念念不忘 此时折返的私情一脚踹开大门 这些该死的侍卫居然拦着我不许出门 当发现林婉已经清醒的 他瞬间冲上了钱 呜呜姐姐你可算没事了 姐姐 我跟你说 这小傻子一直在装傻 他在骗你 呜呜呜娘子 他又骂本王是小傻子 此时后山的盘山洞内 是被折磨到还生一口气的无依 他苦苦哀求着眼前的男子饶他一命 先生利用侧妃的无知在他的衣服上下毒 害我心爱之人备受牵连时 却才猜到自己会有何下场 此时的男人就像刚从地狱中踏出一般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自投 来人 必把火烧了这里 男人看着手中被血染红的长剑 杀戮并不能让我快乐 但却能让我们活下去 以前的我 是为了复仇 遇见你后 便只是为了守护 虽然我想当你心中的那个阿吉 但我知道 我不能 就在男人以为有能力保护心爱之人时 他却为了救他 彻底消失于他的世界 就在刚刚 醒来的心后将灵婉传唤到宫中 并让灵婉与昭王一同前往法华寺为名祈福 以此引出毒后隐藏在外的最后一波势力 从而一举歼灭 祈福当天 全城百姓聚集在法华寺外 而其中必然隐藏了毒后残存的势力 男人摆弄着手中的虎娃娃 表示整个飞花阁已被他铲除干净 从今以后 林十一的身份便在无人知晓 林婉文言有一丝诧异 他就这么在意这杀手的身份吗 若是将自己现代人的身份告诉他 他也会如此介意吗 当马车停车后 示威二人带路的小施主等候在那 此时被带进后山竹林的二人意识到 对方是打算在此刻下手 为了让对方放松警惕 戏精夫妇一路有说有笑 很快庶名杀手从天而降 看着护着自己的女人 男人眼神变得犀利 娘子 杀人这种粗活 还是换我来得好 对方见状很是不悦 赵王果然是在装傻欺瞒世人 林婉故意将谢其拦在身后 我知道你们是独厚的人 石像的话就现在投降 是在必得的几人走上前 几日你们休想活着离开 眼看时机成熟 林婉一把将男人扯到一边 下一秒 埋藏在枯叶中的大王便将几人全部围住 一举拿下的林婉乐开了花 对不住了 随后双手和石像佛祖请罪 在佛寺杀生 各位神灵莫要责怪啊 此时与阿祺一点关系都没有 男人正正地看着林婉 看着这个一心只为自己的女人 可下一秒 女人便开心地捧起她的脸蛋 对不起阿祺 我知道你想亲自动手 只是心后和我约定好了 阿祺 从今天开始 你再也不用装傻了 你可以堂堂正正地做自己了 突来的举动让男人小脸飞红 只是还没来得及美好 一直冷剑便射到了女人的身上 女人心头一紧 阿祺 林子里还有埋伏 这件事有毒 我们得赶紧离开 听到中毒的男人整个心都在颤抖 本以为自己已经有了保护她的能力 可如今 她却再次因为自己受了伤 眼见敌人越来越近 林婉忍着剧痛将剑折断 男人见状心疼不已 林婉快走 这里我来解决 可一心只想护她的林婉 却从折伞中取出长剑 并让她赶紧离开 此时黎霜带着援冰赶到了现场 可拼搏许久后 刺客的数量却不见减少 反而越来越多 明明之前已经做好部署 为何还会这样 眼看消耗下去情势不利 林婉便想制开泄棋 于是她表示自己留下防守 让男人看准时机 去外围查看防线的情况 可男人却根本不愿离开 以前每次丢下你我都后悔了 这一次 我不会再和你分开 此时的林婉能明显地察觉到 她在害怕失去自己 原来 自己一直没能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她拉起她的手 阿琪 我不会有事的 等你安全回来后 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 一个关于我真正身份的秘密 然而在生死关头 她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我不想听 我只知道你现在受了伤 没等她说完 林婉便一个转身 将刺客击飞在地 放心吧 即便是受了伤 对付几个菜鸟 还是绰绰有余的 现在这情况 一定是周边部署出了问题 为了大局 你必须前去一探究竟 当女人厮杀出一道出口后 男人只能一咬牙 转身向外围跑去 林婉等我 一定要等我回来 此时的林婉霸气地举起长剑 我可是飞花阁排名第一的杀手 就凭你们 可下一秒 乌鸦鸦的一群人便围了胜脸 不讲武德 你们这人也太多了吧 就在她奋力厮杀时 寡不敌众的她 最终还是败下了阵来 可当看清来的人后 瞬间惊讶无比 好久不见 王妃殿下 你故意放这么多刺客 目的就是为了引开谢奇 深从挑起她的下巴 王妃果然聪明 只可惜 你今天就得葬身于此了 林婉很是不解 你明明是谢奇的人 为何还要杀我 可下一秒 全身力气仿佛被抽掉的 她便瘫倒在地 男人见状得意地笑出了声 你活着 只会让谢奇丧失斗志 无心夺权 只有你死了 才会激发出她的恨你 让她变回那个 杀法果断的招王殿下 林婉眉头紧皱 死死看着深从 那样的谢奇 就真的好吗 是好事坏与我无关 奈何我从独后手中 仅得到的这一点点权势 而这点势力远远不够 唯独让谢奇和谢月两败俱伤 我才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此时的林婉才知道 她的目的是要夺权 深从比了个手势后 当即就要取走林婉的命 可下一秒 一只冷剑便射中她的手腕 此时思琴一脸焦急地跑向林婉 看到姐姐痛苦的模样 她恨到不行 没想到我眼中就死扶上了先生 竟然是个恶魔 此时的深从显然有些意外 自己筹谋已久的计划 居然被一个小丫头破坏 很抱歉 让你失望了 不过就凭你一个小丫头 你还指望能带着她逃出生天不成 别做梦了 思琴冷笑出声 我何时有说 我是一个人来的呢 突来的一栋惊飞林中的鸟群 男人见状心头一紧 一种不祥的预感冲置着全身 另一边 急时的马车在林中穿梭 而马车内 一名男子正紧紧地握着林婉的手 而她的眼中充满了心疼女愧疚 对不起 都怪我太晚才找到你 意识不清的林婉看不清眼前的人 她虚弱地询问是要去哪 男人薄唇微章 我们回家 回你真正的家 此时返回的谢奇瞬间沉到谷底 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不见了 男人获得了天下 却失去了她最爱的女人 她寻遍所有她能去的地方 却始终找不到她的一丝痕迹 此刻的她 宁愿放弃所有也要换她归来 这让谋划已久的身从如坐针毡 甚至不顾祖兰直接闯进谢奇的书房 劝她莫要因儿女私情耽误大业 虽独后势力已经铲除 但还有欲望需要解决 男人眉头紧锁 不愿再听她多说一句 当身从离开后 一个身影从屏风后走出 她还真是一条算无一策的毒舌呀 只不过 她好像落算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可比她想象的要好得很多 身从作为双料间谍 儒厚残存的势力和原家 就不都在她的掌控之下 难怪她俨然一副第一权臣的架势 权欲熏心 依我看 她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帝位 可谢奇却仿佛失去灵魂一般无动于衷 气得谢月伸出玉手 我看明白了 你就是故意想偷懒 才把皇位推给我的吧 明明你才是父皇和母后看好的明君之血 你却给我故意摆满 男人俯身看向手中灵魂为她做的虎娃娃 这天下 早已不是我心知所向 谢月见状很是无奈 难道你还在等她吗 很早之前 她是飞花阁里的灵十一 寡情冷血的她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与后来在你身边的灵魂很不一样 在我看到灵魂的第一眼 我便知道她不是灵十一 身为灵魂的她 在你身边变得开朗 想必和你一起是一定过得很开心吧 事变那天的竹林只留下了她的血迹 我动了所有视力都没有找到她 灵魂会不会 已经 不会 男人的眼神坚定不移 以身从的秉性 若她真杀了灵魂 早就把尸体带到我面前让我死心了 更何况那个私情也不见了 谢月眉头紧锁 毒后之前因怕她嫁入昭王府后被你发现身份 销毁了灵十一在飞花阁的所有资料 半个月前 毒后自杀未遂后神志不清 如今私情也失踪了 这天下恐怕已经没有人知道她的真正身份 另一边 而她的身边正有一名男子 由于灵魂中毒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 于是她每天都会在灵魂身边悉心照料 每每想到她遭受的苦难 她就会心疼不已 从今以后 我绝不会让任何人 在伤你一分一毫 一个月后的某天 清醒的灵魂总感觉自己做了个好长的梦 梦里的她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可当她环步四周后瞬间慌了 陌生的环境和一群陌生的人 当丫鬟换着她公主时 灵魂瞬间麻了 什么公主 我该不是又穿越了吧 此时闻生赶来的思琴推门而入 搭击一下扑进灵魂的怀里 哇哇大哭起来 太好了 姐姐终于没事了呜呜 熟悉的配方让灵魂瞬间松了口气 还好还好 没有穿越 真是差点被自己吓死 此时的灵魂很是困惑 这是哪里 谢奇呢 她还好吗 在听到思琴表示 她已经成为庆国威风凛凛的摄政王后 原本那颗悬着的心这才落下 灵魂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现在的她是兰国的十一公主 可是她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在梳洗完毕后 开心的思琴两眼发光 公主殿下可真漂亮 灵魂一把将她扯住 你之前不是一直叫我姐姐的吗 小思琴捂着脸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伦家只是临时的妹妹 在宫里 我只是公主的贴身宫女而已了 灵魂上前询问自己睡了多久 再听到一个月的她 整个人都要疯了 为什么 为什么一觉醒来后什么都变了 另一边 黎双火急火燎地找到王爷 表示自己已经查到王妃的下落 还听到消息的谢奇被惊到浑身颤抖 原来西边的兰国有意与庆国结盟 并派使臣将自家公主画像送到礼部 而礼部的官员发现着 兰国的公主与王妃极其相似 男人文言竟有一丝的害怕 害怕这话中人并非自己一直心念的女人 她用颤抖的手一点点打开花卷 当看到女人的那一刻 她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谢月好奇地凑上前打量着 这话中的女子看起来似乎比林婉年小一点 真的会是我们认识的林婉吗 会不会只是巧合呢 男人露出久违的微笑 是不是巧合 艳艳就知道了 既然兰国使臣送来画像诚心结盟 那么我们庆国派使臣去见一见和亲对象 也是理所应当的 你说的很有道理 可是你不是已经有王妃了吗 男人嘴角微扬 林婉 这一次我绝不会再放开你了 为了寻回自家媳妇 男人千里迢迢来到一国相亲 却将媳妇差点气死当场 就在刚刚穿越而来的少女才得知 原主竟是兰国最不受宠的十一公主 而她的母亲 更是遭其他妃子陷害被打入冷宫 从小看尽冷暖的原生 最大的愿望便是有朝一日能够接母亲离开冷宫 终于在某天逃离国都的她 决定伪装身份潜入飞花阁来接近庆国皇子谢月 并想借助谢月的力量来震慑兰国 结果却中了毒后的奸计嫁给了昭王谢气 却因此丧命 这几二连三的转变让林婉都快疯了 倘若原主要是知道她嫁的谢气是个天使宝宝的话 怕是就没有这儿哈谢月的事了 那个 因为当时打听过昭王是个痴呆 所以才选择了御王呢 当来到原生母亲的住处时 林婉心中瞬间涌出一股异样的情绪 可刚走到门口就听见有人在里面狗叫 此时一名红衣女子站在原生母亲跟前各种挖骨 而她正是兰国备受宠爱的七公主云兰 林婉见状气到不行 狗眼看人低的家伙 简直太过分了 霸气得她直接推门而入 我来看望我的母妃 不相干的人还请出去 云威的突然到访让云兰很是不怨 听说 你回来后失忆了 没想到失忆后胆子也变大了 行为也更粗鲁了吗 不如让我这个做姐姐的 好好教教你 说爸就要抬手挥了过去 可作为云威的林婉 根本就看不上她这点小技术 只见她一个过肩摔 就将对方摔出了屎来 抱歉 我的行为举止确实不可控 还望姐姐莫要责怪呢 云兰捂着被摔痛的屁屁 云威你不会真以为 父皇是真心想要赦免你的母妃 才解除这里的禁足吧 我告诉你 父皇之所以这样 是为了在明日寿宴上 宣布让你去和亲 呵呵 想必你那丑夫君 现在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说完便捂着 囤一瘸一拐地离开这里 留下一脸错愕的林婉 愣在原地 我靠 不是吧 怎么又要结婚了 我是谁 我在哪 这个世界怎么了 系统呢 系统你的魂球跑哪去了 苍天啊 谁来救救我呀 此时秦妃急促的咳嗽声 将林婉的思绪拉回 她急忙来到女人跟前 可不是云威的她 却怎么也交不出母亲 只是她的心思 全被秦妃看在眼里 威尔是不想去和亲的对吧 林婉眼帘低垂 表示在远处的某个地方 还有个人在等着自己 心疼女儿的秦妃满是愧疚 是母妃没用 没能保护好你 这本该是云兰公主嫁过去的 是她不愿意 你父皇才想让你来代替 所以你赶紧逃吧 逃得远远的 此时林婉的眼泪 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 母妃 威尔已经长大了 威尔是不会逃走 留下母亲一个人的 现在 该换我来保护你了 另一边 还在赶路的谢其正 看着手中的画像 自小在冷宫长大 所以她即便溜出国都 也不会有人在意 所以殿下是觉得 王妃就是偷偷出宫的十一公主 是与不是 等见了自然知晓 只是她想不明白 若真的是她 为何这么久都不来寻自己呢 蓝国皇帝受宴当天 所有人都在等待 庆国的使者到来 云兰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 听说你那未来的夫婿 其丑无比暴虐成性 再过一会就见到本人了 是不是很期待啊 我的好妹妹 林婉简直懒得搭理 只是她这描述 怎么这么耳熟呢 此时一位男子 缓缓走入大殿 独有的帝皇气息 直接震慑全场 当林婉抬起头的那一刹 那瞬间震住 眼前的男人 正是她一直心心念的泄气 而与传闻截然相反了她 让在场的所有人 都始料不及 男人悠然自若地 坐到她的对面 林婉瞬间感觉小脑萎缩 这来的人怎么会是她呢 而且她看上去 好像没有认出自己 是因为我戴着面纱吗 可实际上的她 却只是表面看上去镇定吧 她的心 早在看到她的第一眼 时便已颤抖到现在 可是她有太多的疑忽 想要她亲口回答 次日 一直不安的林婉 从梦中惊醒 昨天的寿宴上 她根本没有机会 与谢奇大话 这事情发展得 真是越来越让她摸不透 大殿内 被谢奇俊朗的外貌 吸引得云兰后悔不已 死活闹着都要和亲 门外的林婉一滴汗 这位姐姐 你的脑子怕不是 有什么大病吧 可当她走进大殿时 才发现谢奇也在现场 久违的二人再次碰面 就好像刚结束了一场旅行 云兰见状气到不行 她绝不会让云维 嫁给自己看中的人 蓝国皇帝有些尴尬 虽自己疼爱的是 七公主云兰 可之前送去的画像 毕竟是十一公主云威 于是只能表示 自己两个女儿 都对她青睐有加 谢奇嘴角威扬 陛下是想让本王 在二位公主中 选出一位合适的 来做庆国王妃的人吗 说把她缓不上前 故意先走到云兰跟前 夸她花容月貌 虽已杀着面 却仍然能感到清雅之姿 以为自己被对方 看中的云兰一阵窃喜 此时男人将目光 转向林婉身上 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以为对方没认出 自己的林婉紧张到不行 不知云威公主 之前可曾去过庆国 此话一出 皇帝连忙否认 声称她从没出过蓝国 而林婉一道嘴边的话 却被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原身云威是偷偷溜出宫的 若她现在说出 并会连累秦妃 云威公主 当真从未到过庆国 林婉不知觉得握紧裙脚 她好想告诉她 可她不能 当皇帝询问她选择哪位公主时 男人却没有直接回答 听说明日是贵国的花周节 是灵男女皆可在月下寻找之音 本王心向往之 不论出身如何 只为寻奈有缘人 离开大殿的林婉气到冒烟 我还尸骨未寒呢 她居然还跑来相亲 这么着急内心的王妃 简直太过分了 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 私情挥舞着扇子为她降服 也许是招王殿下没认出您呢 气炸的林婉刚要一拳锤到柱子上 可下一秒就被一只大手紧紧握住 威儿 你可终于醒了 害我担心了好久 突然冒出的男人 让林婉心头一紧 我靠 这家伙又是谁啊 该不是云威欠下的风流债吧 少女陌生的眼神 让男人有些迟疑 可下一秒便拉着她的手就要离开 你放心 有我在 我绝不会让你嫁到庆国 莫名其妙的林婉刚要说些什么 她的另一只手又被人紧紧拉住 当林婉转身望去时瞬间麻了 这泄气又是从哪冒出来的呀 被两个男人死死拉住的 她射死当场 苍天啊 谁来救救我呀 两人明明已是夫妻 却被迫分离两地 再次相见时却不能相认 眼看自家媳妇要被其他男子拉走 醋意大发的谢奇便立刻上前将她拉住 两个男人一人拉着一只手 谁也不愿松开 而女人异常的反应 让她再次问出那个问题 云威公主还没有回答我 你之前 可曾去过庆国 男子文言很是不爽 你是谁 你又是谁 同样不爽的谢奇反问着 眼看两个男人对彼此都透露着杀气 林婉联盟表示 是不是中间有什么误会 在谢奇松手的一刹那 男人直接将林婉护在身后 不论你是谁 只要你敢再碰我黄妹一根手指 我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听到黄妹二字的谢奇先是一愣 原来是兰国的三皇子殿下 小王谢奇 失礼了 此时的林婉才知道 眼前的男子是原生的三皇兄云望书 三皇子紧紧护着林婉 敢问摄政王为何要纠缠我黄妹 难道是庆国的特殊礼仪不成 男人的眼神始终停在林婉身上 表示他与自己的一位故人十分相似 你的问题我可以替黄妹回答 未曾去过庆国 不是故人 素不相识 在未来也不会有任何瓜葛 谢奇看着一直在回避自己问题的林婉 既然公主不便回答 那么小王就在明日的花周节上 静候云威公主了 林婉默默地看着谢奇离开的方向 而他的神情全被云望书看在眼里 就在他还想说些什么事 林婉却找了个借口匆忙离开了现场 现在的他 完全没有关于云望书的记忆 还是赶紧开溜到 被丢下的男人正在原地 随后询问身后的人事情安排得如何 手下则表示一切也安排妥当 妇媚心切地他看着女人离开的方向 维尔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并不会让父皇用你的幸福去做赌注的 花周节当天 全程张灯节彩百里飘香 对于云望书 私情表示 他目前并不知道云威已是沁国的昭王妃 而且姐姐你是偷偷溜出宫的 自然越少人知道越好 林婉无奈地叹了口气 难怪会有这么大的乌龙了 不过云望书的反应却让他很是好奇 他突然很想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 三皇子当然是姐姐生命中 除了秦妃娘娘外最重要的亲人了 此时的林婉有些哀伤 最重要的亲人吗 可惜我 已经完全不记得她了 那姐姐是打算今晚就告诉赵王殿下 您是林婉吗 这件事肯定不能大张旗鼓地告诉她 不可以让别人知道赵王妃 就是私自溜出宫的云威公主 那姐姐可以趁花周节偷偷告诉她呀 关于林婉生死未卜 她跑邻国相亲这笔账 我还没跟她算吗 此时来到码头的林婉瞬间傻了 这五彩斑斓的花船多到眼花缭乱 居然有这么多千金来参加活动 那个 也不知道是谁 把在这能偶遇殿下的事宣扬了出去 恐怕这全城的名门千金都来了呢 林婉闻言气得直冒言 谢其 你简直就是个花心大萝卜 此时被骂的男人狂打着喷嚏 一双位主子拿来披肩后一脸担忧 听说那兰国的公主性格十分冷漠 与王妃的性格相差甚远 她真的会是王妃吗 男人嘴角微扬 是与不适 接下来就会揭晓了 若她是林婉 知道我此次是来和亲的 怕是要发很大的火了 另一边被堵在河边的林婉气到不行 太过分了 在古代居然还能堵船 我要滑到什么时候才能滑到湖心啊 私情环顾了下四周 姐姐有没有发现 这些船好像是在故意围着我们呢 林婉见状瞬间意识到是云兰这丫头在背后搞鬼 就是为了把她堵在这里不得动她 另一边 云兰得意地看着自己的杰作 呵呵 我的好妹妹 你就乖乖待在这里吧 赵王殿下只能是我一个人的 此时围堵林婉的船只越来越多 无论她怎么滑都是归宿前行 再这样下去 根本就不可能滑到她那边 此时私情指向湖心之处 殿下船上的灯笼还在亮着 说明她现在还没有遇到女主人 林婉正正地看着远方 这拦路的船越来越多 看来只能算了 私情文言一脸惊讶 这就放弃了吗 林婉扔掉手中的杆子 我是说这么浪漫的小把戏不太适合我 随后便扯下自己的灯笼 打算用轻弓直接飞到湖心 伸手皎洁的她在拦路的船只上来回穿梭 直接惊呆在场的所有人 而另一边 男人正焦躁不安地站在船头 殿下 去探子来报 十一公主已被七公主的船围在了东岸边 恐怕在短时间内不能脱身了 男人阴沉着脸没有吭声 只是那紧握的拳头在塌塌坐下 如果殿下着急 属下可以现在就去接十一公主 男人注视着远方的某处 不必了 我等的那个人 是不会这么轻易就被困难打倒的 死丫子嘴硬的男人让梨霜一阵无语 明明紧张地要死才出来透气 怕是在心里 早就忐忑死了吧 许久过后 仍没有一只船靠近湖心 气炸的男人握紧小拳拳 本王的行情差到这种地步了吗 大概是七公主 把企图接近您的世家小姐都拦截了吧 片刻后 一只粉船逐渐向着靠近 那么 来的人 会是她吗 她本以为自己失去了一生最爱的人 可她却以另一个身份出现在她的视线中 为了和媳妇相认 男人千里迢迢跑到一国相亲 却意外遭到全程千金围堵 就连媳妇也被小人拦在了相间的路上 这可把男人急得差点跳河 过了许久 一只粉船逐渐向着靠近 而船上被林婉挟迫的云蓝 正迈着苦力拼命的谣传 男人目不转睛地看着远处的身影 她知道 她一定会想尽办法来到她的身边 林婉拎起灯落 一跃而起 在空中的她 宛如仙子一般奔向心爱之人 心知所向的二人静在迟迟 这一刻 她能明显地感觉自己的心脏在疯狂跳动 只是她好像用力过梦 杀不住车的林婉瞬间慌了 完蛋了要撞上了屋 在降落的那一刻 男人紧紧地将她搂入怀里 那个占据了她整个世界的人 她知道 她等的人来了 这一刻 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面 只剩下那两颗为彼此跳动的心 他们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这样拥抱 女人刚起身捂着自己撞通的脑门 可下一秒又被男人搂了回去 不要动 男人低沉的嗓音在耳边响起 少女抬眼望去 帅气的脸庞静在迟迟 惹得她的内心一阵激动 此时此刻 是再也熟悉不过的温度和气息 在漫长的岁月里 是那些几乎被忘却的知觉 如今都在不停地叫宣着 过往的记忆不断闪现在脑海中 眼前的这个人 就是自己一直苦苦寻找的 独一无二的 也是无法代替的 我的王妃 此时的林婉如同小猫一般 蜷缩在男人的怀里 飞红的脸蛋让她的呼吸 都变得更加急促 就在两人享受重逢的喜悦时 梨霜却突然出现在两人身后 吓得林婉搜的一下 从男人的怀里弹出 那个 属下并非有意打扰 我是想说 我们的船着火了 林婉闻言大惊失色 谢其急忙上前安慰起媳妇 随后又让梨霜 找个最近的船靠过去 当两只船离近时 谢其毫不犹豫地 拉起媳妇转移到另一只船上 可林婉却转身捡起自己的灯笼 面对男人的疑惑 林婉嘟囔着嘴 月下荀之音的花周节 而灯笼是相亲的信物 要是丢了可就不算数 谢其被他可爱的模样逗笑 随后便搀扶着他踏进另一艘船上 而从船舱走出的云栏 再看到手拉手的二人后 瞬间气着 说这船怎么这么眼熟呢 还真是冤家路窄呀 你灯笼都灭了 居然还敢拉着殿下的手 太过分了 林婉眨巴着眼睛 没人说这灯笼 必须要亮着呀 倒是你 居然在背地里偷偷放火 差点害出人命 你才过分呢 你你你污蔑我 本公主才不会放火 谢其思索片刻后 表示确实非他所为 在水上放火 根本就杀不了人 除非 就在这时 丫鬟跑来表示 撑船的船夫不见了 意识到问题的谢其大胆不妙 立即让所有人赶紧跳船 随着砰的一声 两只船瞬间被炸成粉碎 脱离危险的林婉躺在岸边 他想不明白 到底是谁想要杀死云兰 可当看到谢其急匆匆地跑来时 他才意识到 那人想要的是 云兰和谢其一起死掉 可谢其明明才刚刚来到这里 那这下手之人究竟是谁呢 见两人再次腻歪在一起的 云兰火冒三丈 云威 你已经失去资格了 还不赶紧放开殿下的手 小夫妻闻言瞬间无语 在差点被炸死的情况下 他脑子里竟然只想到这个 这多多少少有点智障吧 你别忘了 你的灯笼已经灭了 所以你必须退出 可是大姐 你是不是也忘了 你的灯笼已经被炸成渣渣灰了 云兰文言一脸尖笑 谁说本公主只有一盏灯笼 请看我的身后 这整整一条街的灯笼 都是本公买的哈哈哈哈 怎料男人突然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西公主为本王点上一路的灯 本王心中自是欢喜的 说话间 他的眼神却没有看对方一眼 而是始终停留在自家媳妇身上 云兰文言呆愣在原地 惨白的小脸瞬间飞红一片 下一秒便丢下几人跑回了府 本公主现在 要回去梳洗一下 男人随后看向自家的媳妇 天色上早 十一公主不如和本王一起逛一逛吧 醋意大发的灵婉嘟闹着嘴 您不是心中欢喜吗 还是和您的七公主去逛街吧 男人见状来了近 表示七公主不在 实属无奈之选 这下可把灵婉气得够呛 见对方没有吭声 男人试探性地换了声 十一公主 怎料灵婉抬手就是一棍子 十一你妹啊十一 男人捂住脑门直呼好疼 疼就对了 没弄死你就不错了 随后便气呼呼地离开了现场 男人将掉落在地的灯笼捡起 然而主子的举动却让梨霜很是不紧 这好不容易找到的媳妇 为何还给气跑了呢 男人正正地看着女人离开的方向 你没觉得他生气是很可爱吗 单身狗的梨霜表示我不懂 可实际上 男人是故意想要将它支开 毕竟船已经炸了 想必很快便会有人来查看结果 他倒要看看 究竟是谁 感动他的人 另一边 气炸的云望书死死将男人抵在墙上 我明明是让你烧船而已 你居然背着我炸船 你好大的胆 可男人却声称是要为战死的兄弟们复仇 而兰国与沁国也绝不能结盟 云望书文言将手收回 沁国的掌权皇后已经死了 现在的沁国就如初醒的雄狮 你难道要让活下来的人 也去送死吗 过了今夜 恐怕是很难再阻止那位殿下 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了 此时由于火烧花舟船一事 让整个郎国处于警戒状态 林婉猛逼地站在门前 还差点被士兵当成烧船的同伙 就在这时 突然冒出的泄气将他一把拉走 此时的林婉一滴汗 我们又不是刺客 为何还要躲呢 可下一秒 受凉的他便打了个喷嚏 随后男人贴心地为他生气火堆取暖 可林婉却忧心忡忡 这下手之人 显然是不想让你活着回到庆国 然而男人却笑出了声 你在担心我吗 你要是好好的我能操心吗 这里有什么好的让你非要过来送死啊 男人却挑起他的发丝 那是他再也熟悉不过的气息 这里是没什么好的 但是有一个人 让我非来不可 女人羞涩地背过身 你说 这火会是云蓝放的吗 可男人却表示他没这个胆量 林婉文言又吃起了醋 我竟不知道 你现在居然这么了解他吗 男人嘴角微扬 你是吃醋了吗 如果你觉得是那就是吧 说吧就要再次离开 男人见状瞬间急了 立马上前将他拉住连连道歉 可气头上的林婉却无法接受 指责他明明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份 却还要故意拿和亲戚他 男人眼帘低垂承认自己的不对 可他害怕 害怕那结果 只是自己以为的结果 而那样的结果 他根本无法承受 只是现在他更加确信一件事 以前的我会觉得自己是在自作多情 可你的吃醋让我知道 你是在意我的 林婉傲娇地连连摇头 本宝宝才不会吃醋 怎料男人的眼神突然下意 猛逼的林婉顺着他的视线看到了自己 空脸的他瞬间将对方捂住 你还在这里 还在我的身边 真好 你少给我来这一头 男人一脸坏笑 娘子是因为害羞 所以才气急败坏吗 随后一把将他搂住 近日 我知道了一种方法 可以快速让彼此不再陌生 下一秒 便将林婉推倒在地 突然的近距离让林婉瞬间慌了 而他不断贴近的脸也让他小脸飞红 默默生个鬼啊 还有你 你离得我太近了 近吗 我并不这么觉得呢 随后又贴到他的耳边轻柔说道 我想说 有一件事 我想做很久了 男人将媳妇推倒在地 想要关系更进一步 而这举动却让林婉慌到不行 要知道这可是在户外 男人见状一脸坏笑 娘子的意思是 若我们在寝宫内就可以继续吗 林婉伸手将男人推开 你你你可别胡说 可下一秒 谢其却抓起他的手心 再次按在地上 经过此次的离别 让他变得无比渴望与他一起 我们本就是夫妻 自然要做夫妻该做的事情 在你离开我的那天起 我便想好了 再见你时 定要吃了你 虽然如此 也好留在他愿意的那一刻 虽然只是简单地抱在一起 可他的气息却让他沉迷 林婉 有你 真好 怎料不远处 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林婉八击一下推开对方 好像有人来了 此时火急火燎赶来的云望叔 正在原地 林婉见状心头一紧 那个那个 刚刚地上太滑 所以我们摔了一跤 一旁的小阿七嘟闹着嘴 显然对这解释很不满意 怎料云兰一路小跑也跟了过来 当看到两人还在一起的他 瞬间炸了 你怎么还在缠着摄政王 还有你这样子简直不知廉耻 云望叔见状立马横到中间制止 西公主还是注意下言辞 莫要丢了蓝国和自己的脸面 随后脱下自己的外衣 轻柔地劈到林婉的身上 我带妹妹先回宫了 夜色正好 就不打扰你们二位了 云望叔眉头紧皱 语气充满了不悦 被哥哥一路推着的林婉回过头 就这样 丢下他们了 不然呢 云望叔冷着个脸回应着 有些不习惯的林婉伸手将他推开 随后尴尬地挤出一丝微笑 他总觉得这个哥哥有点凶啊 当两人回到宫里 男人二话不说便将侍女们全部遣散 他生气地拉着女人 云威 你没有必要再为我们牺牲那么多 蓝国可以牺牲任何人 但那个人绝不能是你 可由于用力过猛 林婉吃痛地向后退了两步 随后背过身表示自己累了想要休息 极力克制着怒火的男人紧握着拳头 那你好好休息 但记住 一切其远点 林婉默默地看着男人离开的背影 他不知道 这云望书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 还有他对谢其的这种敌意 究竟是因为国仇还是因为私恨呢 此时一个人影潜入林婉的房间 而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云兰撞个正正 他连忙制止身旁的丫鬟让其不要声张 因为他 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对云威羞辱一番 这样便没人再和他抢到王妃的位置 另一边 林婉一脸错愕地看着半夜闯入的谢其 你怎么过来了 男人将媳妇壁咚在墙上一脸的坏笑 你不是说找不到独处的机会吗 所以我来让你感受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独处 怎样女人却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在心底笑她是个直老虎 明明紧张地要死还要故意聊她 而她的反应显然让男人有些意外 一脸猛地她呆愣在原地 此时的林婉故意将手俯上她的胸膛 那就请昭王殿下多多指教 什么事 所谓的真正的独处 苏玛的嗓音让男人的小脸飞红一片 寂静的空气中除了有稀稀缩缩的风声外 就剩下男人的心跳声了 女人倾笑出声 你的心脏跳得好快呢 那是因为她在渴望你 你呢 分别了这么久 是否也在渴望我呢 林婉文言瞬间脸红 摄政王什么时候这么油腻了 男人轻柔地俯上她的脸派 我还以为你会喜欢呢 被撩拨到的林婉不敢与她指示 我我哪有说过我喜欢了 怎料男人突然一本正经 询问她是否是因为敌国公主的身份才不告而别 林婉文言心头一几 就在她想要表明身份时 门外却传来云兰的声音 云威 宫内突然出现了刺客 为了你的安全 我特意带了人来搜查一番 这突然的操作让林婉瞬间麻了 慌乱的她环顾着四周寻找能藏身的地方 眼看云兰就要撞门 林婉迅速跑到柜子跟前 可男人却表示拒拒 我堂堂庆国摄政王搞得像偷情一样要增柜子 我可不干 本宝宝见自己媳妇 合错只有 女人一把将她扯住 刚刚的你 可不像什么摄政王 反而更像个采花贼 随后搜的一下 便将男人丢进了柜子 当云兰带着人闯进时 林婉正若无其事地坐在柜子上 姐姐这是不做公主 改行做皇宫的护卫了 劳心劳神可对身体不好呢 宫里惊献刺客 我怀疑躲进了你的寝宫 说吧 还不忘黄顾四周寻找可疑的身影 在我嫁去庆国之前 自然要护好自家妹妹 免得让父皇担心 呵呵 姐姐这话可就错了 这谁能嫁去庆国还说不定吗 云兰得意一笑 这要是在妹妹的寝室搜出了男人 怕是你想嫁也嫁不了了呢 来人 给我搜 男人半夜偷偷潜入媳妇的闺房 还没来得及腻歪一番 就有人上门要抓偷星贼 身为摄政王的她 就这样被媳妇塞进了柜子里 就在云兰命人搜查时 本已离开的云望书却折了回来 我竟不知道 七公主在什么时候 还管上了宫中的安全 云兰表示自己是在担心云威的安全和清白 所以才命人前来搜查 随后意味深长地看向云威 我本是一片好心 也不知道妹妹是在顾虑什么 总是在这阻拦我呢 云望书闻言直接命人开始搜查 在搜查的空隙 她缓步走向云兰 假装自己是刚从摄政王那过来 她同我说 近日会定下和亲人选 云兰妹妹也该早些回去休息 提前做好当庆国王妃的准备 听到这 云兰瞬间喜出望外 她真有说会选我吗 除了你 还有谁比你更合适 搜完无事就早些回宫休息吧 这时搜查的侍卫表示 仅剩一旁的柜子没有剪着 此时此刻的二人瞬间绷紧神经 怎料云望书直接抽出随身配件 紧接着大手一挥 亲人便笔直地插进柜子中央 被这举动吓到的林婉 捂着差点发出声的嘴巴 她没想到她会整这么一出 看来这柜子里也没有人 现在搜完了 那就散了吧 扑空的云兰冷哼一声便离开了现场 她前脚刚走 云望书便冷声道 出来吧 摄政王殿下 随后漫不经心地为对方 倒了杯茶水让其赶紧离开 既然殿下友谊云兰 平日里还是不要再来招惹云威的好 谢其文言笑出了声 我好像没有说过我要娶云兰公主吧 男人自顾自地喝着茶水 这说与不说 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现在外面早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而且云兰又钟情于你 总之 我是不希望云威躺这趟浑水的 倒是你 身为沁国的摄政王 半夜翻墙放浪行骸 若是这件事传到了贵国 你猜 那些百姓会如何作响呢 谢其嘴角微扬 本王今夜可是一直待在自己的住所 三皇子刚刚还在为我作证 没想到这么快就忘了 林婉心急地上前解释 哥哥 摄政王他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可云旺叔却不想知道这些 他宠溺地摸了摸林婉的头 嘱咐他早些休息 而这一切全被一旁的谢其看在眼里 他略带醋意地调侃道 要不是我知道他是你的哥哥 我可能真会多想呢 林婉无语地上前将他拉起 不早了 快先回去吧 男人却反手将他握住 他的眼神无比坚定 这世上无论是谁 都无法阻止我 我会让所有人知道 我只要你一人 于是次日一早 他便登门向皇帝表示 自己求取之人乃是十一公主云威 然而皇帝却让他再多考虑一晚 等到明日赏花宴时再对众人宣布 待谢其离开后 云兰的生母便开始煽风点火 表示云威从小在冷宫长大 论各个方面 都不如云兰来得更加合适 皇帝闻言一声叹息 若他能改变主意选择云兰那就好了 另一边 得知自己没有被摄政王选上的云兰火冒三丈 为了阻止二人 他命是女将摄政王室十男的消息散布全程 很快 这消息便在宫里宫外转开 还成了每个人闲聊的话题 这摄政王看起来风度翩翩 没想到居然不能生育 这要是嫁过去 不就是在守火寡吗 我这话正好被沐浴的林婉听得正着 怎么也没聊到 自己居然能听到这么大的八卦 脑袋里瞬间闪现出泄气蠢样的他一阵羞涩 准备起身的他换着私情 完全没有发现身后逐渐走近的人影 娘子 是想要这个吗 男人低沉的嗓音突然在耳边响起 吓尿得林婉手忙脚乱地捂住自己 妮妮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男人被媳妇逗趣的模样乐道 这全宫上下都知道我要娶你 你这宫殿我自然能随意进出 林婉文言瞬间无语 腾出了小手不停地推嗓着男人 你你你快出去 有什么事 等我出来再说 男人却反手将他握住 我在这 娘子一样可以穿 而且我还能进一些举手之劳 举字的林婉瞬间麻了 男子健壮勾起一抹微笑 看来娘子也听到了那些关于我的留言 可林婉却表示自己根本不信 这种低劣的手段 不用想也知道是谁做的 男人却挑起他的一缕发丝 水要凉了 娘子这样会容易感染风寒的 不如我来为娘子你擦发穿衣吧 林婉文言连连拒绝 我知道你来找我是想要和我成亲 我非常非常相信你 你可以走了 可男人却转身拿起他的外衣 比起他人 我更担心娘子你轻信流言 因此怀疑你夫君的能力 随后刷的一下 便替对方披上了衣服 当林婉从水中踏出时 他的脸早已红到了耳根 不敢和男人对视的他看向一旁 并表示自己没有对他产生怀疑 可下一秒 男人却将他拦腰抱起 信与不信 光靠说的可不行 需要切实地做才能够幸福 不如就趁现在 让娘子揭破这番谣言吧 堂堂摄政王却被传谣是个识男 于是他拉着媳妇想要证明自己 他将刚刚沐浴结束的媳妇抱到床上 缓缓俯下身的他 闻着他身上独有的气息 我很庆幸你就在这里 在我随时都能看见的地方 可林婉却全程紧张到差点窒息 男人见状缓缓起身 或许自己一时心急吓到了他 怎料林婉却抬手俯上他的脸颊 对不起 以后我们会一直一直在一起的 少女的脸上泛起一抹红韵 随后便主动亲上他的唇半 陪伴在他的左右 四日清晨 林婉坐在镜子前发呆 他必须要找个时机 将自己的身份告知于他 否则这种不安便会一直伴随着 就在私情询问他要穿哪件衣服时 不怀好意的云蓝便找了过来 并表示自己带了份领悟 你从冷宫出来没有多久 恐怕也没有什么好的胭脂水粉 姐姐我特意带了份上好的胭脂送给妹妹 这胭脂用了以后明艳照人 我平时都不舍得用的 为了让林婉放松警惕 她便亲自沾了少许 并涂到脸上来展示效果 你看这胭脂是不是很好看 而且我还当着你的面涂了 所以这胭脂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妹妹可别辜负我这片好心呢 于是林婉将计就计的礼貌收下 这么好的东西 妹妹我肯定会用的 为了万无一失 假装离开的云蓝蹲起了墙角 那个胭脂盒子是经过桥匠制作的 只要按下开关 原本放在暗层的石积粉 便会进入到胭脂里 只要她用了这个胭脂 她的那张脸 就再也见不得人了 这时屋内传来一阵惨叫声 当看到侍女急匆匆的去寻找医师时 得逞的云蓝瞬间笑出了声 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 和我抢东西的人 都是什么下场 赏花宴上 谢奇漫不经心的看着四周 这花虽美 只是这百花豆腌好像还差点什么 当看到林婉急匆匆的跑来时 男人的嘴角才有了一抹糊涂 差的那一抹颜色来了 当林婉刚走上前 云蓝便开始故意嘲讽 妹妹可真让我们好等呢 只是这么重要的场合 为何还要戴着面纱呢 林婉表示自己只是身体不适 可就在她入座时 云蓝却扯住她的面纱 说她毁容了 居然还好意思来参加赏花宴 富短的谢奇直接冲上去 将她的手打掉 我的女人 我看谁敢动她 云蓝一脸震惊 你要是看到她脸上生龙生疮的话 就不会这么说了 话音刚落 林婉的面纱便意外滑了下来 而她的半边脸已被腐蚀殆尽 此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惊呆在原地 云蓝掩饰着内心的兴奋 我的好妹妹 你的脸这是怎么了 怎料男人一把将她护在怀里 宴会之上重兵面前 云蓝公主还请注意自己的言行 云蓝见状瞬间炸了 她容貌一回 现在就是一个丑陋不堪的女人 殿下你还要娶她吗 男人轻柔地为林婉戴上面纱 在我心里 信国未来的王妃只有她一人 既然有人敢毁她容 那我势必娶她命 这时三皇子带着衣室赶了过来 经过一番检查后 确认是石积粉导致的面部溃烂 林婉表示是擦了姐姐的腌制 或变成了这样 云望叔看着手中的腌制和怒火中烧 气愤的她一把摔在地上 被惊出一身冷汗的云蓝 悄咪咪的使了个眼色 她的丫鬟便将罪责 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 眼见摄政王不肯罢休 偏心的皇帝为了避免云蓝受到牵连 便向其保证会查明真相 并让她回去早早为结婚的事做好准备 随后又将云蓝禁足一个月以示惩戒 而范氏的丫鬟则交由三皇子全权处理 愤愤离开的云蓝实则窃喜不已 堂堂摄政王不过就是个普通男子 想必要不了多久 就会厌倦这张丑脸 到时候 自己便是她唯一的王妃了 另一边 云望叔十分担心 他深知 这云蓝是绝不会就这么轻易放手 云蓝缓缓摘下面纱 随后包掉脸上特制的疤痕 哥哥放心吧 我早就做好准备了 我知道 只要我一天喂假 他就不会真的死心 云望叔轻柔地抚摸着他的脸颊 显然他知道这件事件一定会败露 所以这妻子早就准备好了 只是他没料到 你这容貌没有真的被毁 不过他能让宫女出来替死 那我们也可以让宫女反咬一口 可二人还没来得极高兴 手下便前来禀报说那下毒的宫女自尽了 此时得逞的云蓝悠哉地喝着茶水 交代你的事情 办妥了没 丫鬟表示娘娘已经按照她的指示部署好了一切 并亲眼看见摄政王将加了药的水喝了下去 云蓝得意地笑出了声 谢奇 这一次 你逃不掉了 深夜的寝宫内 汉流加倍的谢奇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在门被打开的那一刹那 他警觉地看向门口 此时闯入的云蓝缓缓退去外衣 只要过了今晚 他便是庆国唯一的王妃 可男人却狠狠将他推翻在地 让他哪来的滚回哪去 不死心的云蓝站起身 恬不知耻地他再次贴了过去 怎料男人一个转身便拿起身旁的佩解 随后回到他的跟前 你要知道 即便我杀了你 也就是陪几座城池的事 若你想死 可以试试 吓尿的云蓝瞬间瘫软在地 随后便被对方赶出了门 另一边 刚要休息的林婉却撞上前来的泄气 可还没容他多想 便被对方推进了屋内 他这事 怎么了 狐妹子设计男主想要强行成为他的女人 结果却差点命丧当场 可喝下双杯药亮的他 只能跑去自家媳妇那寻找帮助 林婉看着浑身发烫 靠在身旁的男人很是纳闷 泄气难受的紧索眉头 表示云蓝在他喝的水中放了东西 林婉人言瞬间麻了 他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只是这也太太突然了吧 果然下一秒 男人便拉着他和他的嘴打起了架 就在林婉感觉自己差点要窒息时 他使出所有力气将对方推开劝他冷静 可泄气完全不给他一丝喘息的机会 被死死缠住的林婉不断后退 可对方始终没有要松开的迹象 就在他想要伸手将他积晕时 他却将他的手死死握住 失去重心的二人双双向后倒去 不断挣扎的林婉多次试图将他唤醒 可对方仿佛无法听见一般 大脑一片空白的林婉不知如何是好 这样的泄气让他有些害怕 但若是拒绝的话 他会不会像电视里说的那样 会有生命危险 今天哪 好歹自己是来自21世纪的现代人 况且彼此之间本就是两情相悦不是吗 思想斗争一番后的林婉决定放弃抵抗 他对她说着情话 无论何时 他都愿陪着她一起 此刻的泄气心头一紧 他这是在做什么 强忍着的他转身冲向门外 留下一脸猛逼的林婉门在原地 这怎么还跑了呢 不放心的林婉紧随着男人来到后院的花园里 可下一秒 男人便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湖水中 林婉被这举动吓得一击铃 担心对方安危的他立刻跑进水中 初秋的水寒冷刺骨 就在他四处寻找男人的身影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哗啦声 已清醒大半的男人便从水中冒了出来 被吓到的林婉拍着突突狂跳的小心脏 差点吓死宝宝了 可泄气却一脸猛 你怎么来了 此时的林婉小脸通红 我好不容易才做好心理建设 结果你 可话还没说完 就被对方一把拉了过去 在冰冷的湖水中 这蚊显得格外炽热 不再抗拒的他 回应着他的每份温柔 随着哗啦一声 热情如火的二人慢慢沉入水中 片刻后 探出水面的二人注视着对方 他知道他的心意 可他想要将这份美好 留在他们成婚的那天 这时身后的脚步声 引起男人的注意 他曾女人紧紧护在怀里 询问来者何人 对方表示皇上此刻 宣奇去趟锦绣宫 听到锦绣宫的谢奇便知道 肯定是那云蓝又在作妖了 我没找他算札 他倒是心急地找上门了 林婉表示自己随他一起去 却被谢奇婉拒 放心吧 我能应付的 当他刚走到门口 就看见巡夜的丫鬟跪在地上 说他亲眼撞见云蓝公主 衣衫不整地从摄政王的寝宫内跑出 皇帝一听瞬间炸了 既然摄政王与我而云蓝 已经有了夫妻之事 那之前说迎娶云威的事 怕是无法作数 谢奇全程阴沉着脸 若不是顾及领婉 此刻怕是早已让对方血剑当场了 本王与云威两情相悦 早就定下终身 贵国却三番四次强塞云蓝公主与本王 究竟是何意 云蓝一听 委屈巴巴地挤出两行眼泪 刚刚殿下站了人家身子后 明明说会娶我为妻的 你还给我看了你妖间的刀伤 还说我是唯一一个能亲近你的女人 为何殿下现在却要反悔了呢 此时躲在门外的灵婉瞬间炸 这妖间的刀伤连我都不知道 他们居然进展到能看到妖了 太过分了 谢奇走向巡夜的丫鬟 你说你看到云蓝公主从本王的房里出去 那你有看到本王在屋内吗 要知道信口胡说可是欺君之罪 丫鬟被吓得瑟瑟发抖 表示自己未看到摄政王的身影 就在云蓝还想要哭诉时 谢奇却一把扯住他的手腕 你这手工杀还在 却说和本王有了夫妻之时 没想到公主这么不自爱 为了嫁给本王 还真是费尽心思呢 皇帝见状瞬间怒了 前几日成亲王前来提亲 你还是准备准备择日启程吧 听到父皇要将自己远嫁的云蓝瞬间慌了 那可是蛮慌之地 女儿不要去呢 可任由他如何求饶 都无法改变一定的结局 此时回到寝宫的谢奇 却发现媳妇气鼓鼓地站在那 男人一个壁咚将他拦下 娘子你这是吃醋了吗 林婉转身强调自己没有 可他的小情绪却被男人看在眼里 云蓝闯进来时 我一直在保持距离 可能是那时不小心被他瞧见了 我保证 以后绝不会再有之类的事情发生 林婉看向一旁小声地嘟囔着 平时看起来这么警觉的人 居然还会中这种小把戏 这次确实是我大意了 三日后 云蓝极不情愿地踏上出嫁的花轿上 黎双表示已按照要求安排妥当 谢奇看着渐渐远行的马车 看在林婉的份上可以饶他一命 但至于其他的 那就要看他自己的造化 秦敌刚出场就扬言要带走他的女人 即便他是这天下最强的摄政王 也无法将他阻止 就在刚刚经历几番周折才能在一起的二人 正在参加兰国的欺负庆典 可就在林婉上前为名欺负时 参拜的神像却流出了两行血泪 主持的道长见状立即上前作风 顷刻间 整个上空便开始乌云逆布电闪雷鸣 随后表示此现象是英兰国出现了煞星 神明担心煞星或国殃民故悲痛流泪 皇后故作焦虑 并暗指云为命格不祥 皇帝一听瞬间慌了 随即询问解决之法 道长表示那煞星就在现场 随后只向一旁 此女乃是煞星转世 方才跪拜惹怒上神 必须诸之以保天下太平 众人文言纷纷开始讨伐林婉 就在解其准备带着林婉冲出重围时 一个清冷的身影出现在人群中 而她正是蓝国的国师 因从小居住在神庙 甚至还能和神灵沟通 因此被整个蓝国敬重 只见她走进神像前一番敲打 似乎在试探什么 随后又命侍卫取来干柴 围着神像摆放一圈 紧接着又一把火点燃所有干柴 随着火势不断变大 一个瘦小的男人从神像里窜出 皇帝见状火冒三丈 没想到居然有人胆大包天 竟在欺负大典上装神弄鬼 被士兵擒住的男人连连喊冤 是那道长 是他让我躲在神像里 说只要云威公主跪拜 就把红色蜡油从神像的眼睛里倒出 事情败落的道长瞬间瘫软在地 可对缘油却闭口不谈 察觉是有蹊跷的云望书走上前 请求皇帝将此事交由他来查办 而另一边的林婉教主即将离开的国师 请问国师您遵信大明 改日我定登门拜谢 西同 男人冷冷地道出自己的名讳 此时回到寝宫的几人猜测 这道长定是受人指使才会如此 而幕后之人便是皇后 自己的女儿被远嫁踏骨 因此使出此等卑劣手段来替对方出气 如今这道长手中掌握了不少皇后的罪证 若想制服皇后则必须从他这下手 为了让道长开口指认皇后 几人决定演出好戏 果然在夜深时 一名男子偷偷潜入地牢之内 只是他以为的道长实则早被调包 当他准备动手灭口时 就被躲藏在暗处的几人团团围住 云望书命人将刺客押进大牢 当道长亲眼看到皇后要杀自己灭口时瞬间慌了 在听到云望书保证会护他出城时 这才将皇后的罪行全盘说出 次日 心中充满疑惑的谢奇 避开林婉独自来到国师的住处 国师大人之前帮我家娘子解围 今日本王特地前来登门道谢 说登门道谢的是他 为何来的人是你 让你失望了 谢奇的目光一直停在对方的身上 只是他的试探似乎并没有让对方有任何的情绪波动 失望是什么 我从不会有这些无用的感情 男人的冷静让谢奇很是不解 听闻国师大人从不参加庆典 不知昨日为何会突然出现 凡事都是例外 更何况 他林婉也算是我的一位故人 此时的谢奇心头一紧 林婉这个名字只有在庆国用骨 而兰国几乎没有人知道 国师大人一直没有离开兰国 竟然知道林婉的存在 你究竟是何人 一个 要带他走的人 男人的语气依旧没有任何情绪 可这句话 却牵扯住谢奇的每个细胞 另一边 林婉忧心忡忡地坐在凉亭中 感叹自己简直就是和皇后相克的命 这时私情开心地递来一个消息 那倒是在皇上面前全都招了 皇上一怒之下 直接下旨让皇后去灵山冠修行一年 与此同时 回来的谢奇缓缓走上前 他已经向皇上申请明日启程带她回到庆路 从此远离这里的纷争 林婉文言开心至极 这个地方他是一刻都不想待了 这时探查回来的黎霜走向二人 表示西同如传闻中一样 只是个不染凡尘的修道者 不惜与人结交 也很少外出 没有查到任何蛛丝满迹 林婉很是纳闷 这西同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谢奇一脸淡定 表示担心其安危 所以随便查查 那还不是因为王妃以前做梦 时老是喊着西同 一旁的黎霜无语的小声嘟囔着 谢奇直接甩去一个眼神杀怪其多子 怎料黎霜从怀中掏出一张纸条 表示这西同唯一奇怪的地方 大概就是他房间里 这些奇奇怪怪的画幅了 林婉好奇地凑上前 看着谢奇手中的纸张 此刻的他瞬间麻了 这纸上画的居然是硫酸发电图 一个时辰后 林婉独自一人来到国师府 当他打开门的一刹那 整个人都猛了 映入眼帘的 全是21世纪才有的瓶瓶罐罐 男人全神贯注地盯着手中的化学药剂 你终于来了 林婉文言有些愣住 你知道谢奇在背后查你 所以才故意留下这张纸让我来找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男人不慌不忙地扯下口罩 黄小野 真是好久不见了 此时一股强大的电流 包裹在男人的周围 而他的驳梗出的标记 正是他穿越来的系统 当周围的一切开始变得虚无时 林婉的心也瞬间沉到谷底 他居然就是消失已久的系统 前不久 病毒入侵数据库导致程序稳乱 所以我只能切断电源 亲自来到这个世界找你 林婉不可置信地连连后退 你是怎么得到博士的身份的 要知道 进入这个世界的异乡院 只有意识寄居在将死之人的躯体内才能行动 黄小野 你难道已经忘记 林婉他 早就死了吗 男人的指尖飞速地在屏幕前滑动 据数据分析 谢其疯王的潜意识已经消失 你在这个世界的任务已经完成 需要即刻召回离开这里 林婉慌乱地摇着头 我不要回去 我已经答应谢其跟他回到庆宫 能不能让我留在这里 男人无动于衷地脱下外衣 明日十二点 我将在祭祀天坛开启传送门 在你穿越回去之后 我会抹去这个世界关于你的所有信息 若是你不能及时赶到 不仅没有机会回到现代 同时你现在林婉的身体也会灰飞烟灭 黄小野 除了回去 你别无选择 少女穿越古代完成任务后 被要求穿回现代 可她好不容易才和心爱之人 重逢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但若拒绝 她在这个世界的所有数据 都会被清除干净 然后灰飞烟灭 就在之前 与系统断练数月的林婉 还以为自己可以留在这个世界好好生活 怎料系统居然化成人形突然出现 即便林婉苦苦哀求对方让自己留下 可毫无情感可言的系统 扔命她必须在明晚十二点前赶到传送台 回到寝宫的林婉 生无可恋地趴在窗前 得知她偷偷去寻找系统的谢奇 火急火燎地冲到林婉的房间 她说她是你的救世 还要带你走 所以你现在 是要扔下我吗 谢奇 我不想走 但是 少女的眼中满是不舍 可一时间却又不知该如何向她解释 但是什么 是不是系统威胁你了 如果是 我这就去杀了她 林婉慌乱地连连摆手 随后向对方袒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系统她不是一个人 准确地说 她是把我送到这个世界的计算机系统 她和我 都不属于这个世界 而我真实的名字叫黄小影 男人眼帘低垂 林婉 你怎么又再说些我听不懂的话 其实在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 这个世界的林婉就已经死了 而另一个世界的我因车祸 被系统魂穿到这个林婉身上 而我来这里的唯一目的 就是完成系统指定的任务 借是黄魂吗 这也太荒谬了 林婉一声苦笑 是很荒谬 更荒谬的是 我的任务就是阻止你成为封王 拯救这个世界 所以现在 因为你完成了任务 她就要 带你回去吗 男人的声音几乎在颤抖 林婉低头不语 她不想让她看见自己 强忍在眼角的泪水 男人紧紧将她搂入怀里 不论是谁 都没有资格将你 从我的身边带走 林婉哽咽着 系统会在明晚开启传送门 即便我不走 林婉的身体也会消失 谢奇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陪你回到庆国了 男人眼底闪过一抹寒光 既然如此 那我便去杀了她 可就在她转身想要冲过去时 林婉却捂着脑袋 发出痛苦的声音 此时修复完毕的系统 再次与她连接成功 并重新开启倒计时 头部的剧烈疼痛 让林婉瞬间倒下 面对昏迷不醒的林婉 谢奇的整颗心都在七上八下 为了保护林婉 她必须要让系统从这个世界消失 此时浑身冒着冷汗的林婉 从梦中惊醒 在得知谢奇带着黎霜去找系统后 顾不上身体不适的 她起床就要前往国师傅 却正好被前来探望的云望书撞见 为了让她养好身体 云望书表示自己会替她前去拦住谢奇 可当她刚走到门口 就看见一道光柱冲向云霄 而那个方向正是她要去的国师傅 另一边 找到系统的谢奇被对方击倒在地 在绝对的力量之前 她的反抗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可哪怕是送出自己的性命 她也绝不会让对方带走心爱之人 可这行为 在系统的眼中就是愚蠢至极 别说你杀不了我 就算你能杀我 也不过是加快林婉的死亡 若我不在了 传送门会以两倍的速度加速关闭 倘若林婉没有在传送门关闭之前回去 照样会灰飞烟灭 她拔起谢奇掉落在地的配件 林婉的生死我并不关心 我只不过是给她一个选择的机会 对方藐视生命的态度让谢奇很是愤怒 她一把握住只在自己跟前的剑人 你兜了这么一大圈 不就是要阻止我变成疯王吗 那我也要告诉你 林婉死了 那这个世界的所有人 都要跟着一起陪葬 西同被猝不及防地锁住驳梗 而她手腕处的控制盘 在掉落在地的一刹那同时发出警告 谢奇将剑夺回到自己的手中 随后狠狠扎了下去 如果林婉死了 我也不会独活 像你这种没有感情的人 根本就不会懂 西同错愕地看着离开的谢奇 你们人类还真是奇怪 真正的林婉 我不对 准确地说 应该是云威 早就在沁国时被你杀了 可你现在却要为这个假的放弃自己的生命 谢奇扶起不省人事的黎霜 当年林婉死而复生时 确实让我很是意外 但我已经不在乎 她究竟是谁 你不在乎 可是我在乎 匆忙赶来的云王叔怎么也没料到 自己如是珍宝的妹妹早就不在了 而那个从竹林里救出的云威 实则却是他人 此时的云王叔仿佛被万剑穿心般难受 云威是这个世上 我最珍惜的人 我曾答应过他 等我凯旋归来时 我就能永远地保护他 可是你 谢奇 你却杀了他 那你现在 必须为他偿命 谢奇见状迅速将黎霜甩向一旁 随即拔起地上的佩剑 云王叔的突然出击让他连连后退 三皇子 你冷静点 难道你一点也不质疑西同的话吗 什么穿越 传送门 这些话听起来当然匪夷所思 但我能清楚地感受到 云威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云威 而你刚才还亲口承认杀害了云威 谢奇 你还想狡辩什么 谢奇吃力地拦着对方的进攻 表示任何人面对一个要刺杀自己的杀手 都会作刺反应 然而云王叔早已失去理智 直一心想要手刃仇人为云威报仇 随着哐当一声 谢奇的佩剑被甩出数米远 与此同时 本还晴朗的天空却吓起暴雨 管家上前为西同撑起雨伞 这摄政王似乎难敌三皇子 您看 要不要 说罢便将控制盘递了过去 管家 你说一个人 真的可以为了另一个人 连命都不要吗 这世间 若是真心相爱 定会为对方付出所有 男人文言看向手中的控制盘 随后点开一旁的开关 让还在另一处的灵婉目睹了现场的一切 如果黄小也真愿意为你而死 那么一切将会回到既定的程序里 让你成为这沁国的一代明君 云望书将剑抵在谢奇的脖梗处 倾盘而下的大雨也无法浇灭他此刻的怒 临死之前 你还有什么想要说的 云威的死 我很抱歉 但有个人 还在等我 对不起 所以现在的我 还不能死 云望书紧紧皱着眉头 很可惜 你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子妙上空突然飞来一道利解 云望书一个侧身向后躲去 可他的脸仍旧被划出一道血印 而出手之人正是匆匆赶来的凌婉 看到谢奇受伤的他迅速冲到跟前 并扯下自己的发带 随后慌乱地抓起谢奇的手臂 为他包扎伤口 云望书站在一旁正正地看着 他失落地抬起手 抚上脸上流下的血水 若云威还在 看到自己受伤的话 想必也会如此紧张吧 虽然他一再说服自己 这天下没有什么戒失黄魂 可那个曾经总是围在我身边的女 如今满心满眼却已是他人 所以我的云威妹妹 根本就不是你 云望书再次将剑举起对准谢奇 凌婉 让开 听到对方唤自己凌婉的他有些惊讶 谢奇表示他已经知道所有事情 包括云威的死 凌婉起身将谢奇护在身后 是我占用了云威的身体 是我没有告诉你真相 整件事都是我的错 请你不要为难谢奇了 不 云威是我杀的 与他无关 说罢便将凌婉拽到身后 我说过 我会保护你的 你们少在这和我演苦命鸳鸯的戏码 谢奇 你几日必死无疑 谢奇从怀中掏出匕首 我本不愿与你为敌 但为了护我心爱之人 我会生死相搏 云威叔一声冷笑 那就再好不过了 就在云威叔持剑冲过来时 凌婉却再次冲到男人跟前 想用自己的命结束这场恩怨 西同很满意地看着这场打斗 一切都该结束了 可就在剑刃即将触碰到的一刹那 谢奇却一个转身将凌婉复到了身前 把剑便直接刺到他的后背 凌婉心头一紧 他不可置信地看向身后的男人 泪水瞬间涌出的 他不停地呼唤着男人的名字 我说过 我要我们一直在一起的 可惜 对不起 云威叔看着男人的身子逐渐瘫软下去 可此时此刻 他却并没有复仇后的快感 临婉抱着男人痛苦地嘶吼着 他不明白为什么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此时的系统不断警告目标人物生命值下降 而沁国的历史将会有一半的几率会被改形 被惊到的系统正在原地 看来最难计算地莫过于人心 经过一番抢救后 没有被伤到要害的谢奇还处在昏迷状态 但因失血过多 一时半会儿恐怕很难苏醒 而眼下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 这一别 以后就再也无法相见了吧